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是梅翔 他是一大医院的院长杜元坤 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个疯子 哪个医生会说自己是疯子呢 因为在他身上 实在是有数不完的疯狂事迹了 比方说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其他时间他不是在看着 就是在开刀 一般的医生一年顶多开三百台刀 而杜元坤他则是 每年都超过一千台 算一算平均他每天要开三台刀 这绝对是世界纪录了 那么为什么要开这么多刀呢 因为杜元坤他的黄金右手 他有所谓独创的杜氏刀法 他可以让已经遭到宣告瘫痪的病人 重新有机会站起来 所以有太多人慕名而来的 而杜元坤他也总是来者不惧 问他说你都不累吗 杜元坤说他非常享受开刀的过程 因为上天给他技术 给他体力 给他毅力 经由他的手 他可以去解除病人的痛苦 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 而他的疯狂事迹还不止如此 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慢慢地讲 首先我们来看看 杜元坤他的一天究竟有多疯狂 早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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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一个礼拜之内 病人文化回答百分之百 他不用一个礼拜三天就完成了 因为很简单嘛 你不去舔你不能吃早餐嘛 马不停蹄早上八点多 已经结束两个行程 紧接着要看门诊 趁空档镜头直击诊间 那一般像这个就是早上的早餐 那 还没有吃喔 你已经忙了两个行程了 大概都十点左右才会吃 昨天开完到就快十点 都快十一点了 我签完公文就十二点 早上五点都起来 你一天睡四五个小时不到 大概都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会 探完早诊又没时间吃午餐 赶着去开会 凌晨五六点起床到现在下午快两点 你有没有进食到固体食物啊 没有 都没有 喝汤而已喔 没时间 到现在两点不喝 对 义大院长杜元昆在同人眼中 简直是个铁人 院长最重要的是管理医院 有行政 院长不只行政 他还要看多少病 院长的业绩是我们科的三分之一 他本人就超人 他狂人 走 走 有些医生可能有 鬼月可能病人比较少 院长没有大小月 他都是大月 他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他是全年无休的 我一开始想说我还年轻 这样 我年纪至少跟他差了两轮以上 我想说 我应该可以比他撑得更久 想不到到最后 我都觉得我还不行 我先投降 我都快倒了这样 说起杜元昆看诊记录 跟过他整的医护人员 有说不完的小故事 瞧瞧 院长我可以帮你搁合一下 当下我想 护理师都站在院长的后面 侧身不让院长看到 但是是翻着半眼的 怎样搁合 一旦三百几盒 怎样继续搁合 冰了个清单 超长的 从上面贴贴贴贴贴 排到下面去了 那个真的是滑到地板下 像在铺红地毯 那一天我们也过纪录了 我们看到晚上十一点四十几 还跟大夜班的同事交会了一下 护理师可以轮班休息 但杜元昆是一个人 要看完四百多位病患 护理师说 只要跟到院长的诊 私下都会做个比赛 病例堆得跟三一样高 我们都开玩笑说 我们到底能够堆到多高 能不能跌到天花板上去 对我们会同仁来讲 我一直够堆 一直够堆 我很累 我家里的小孩 还在等我 要到家煮饭吃 可是摸摸摸摸摸摸 事实上我想 院长都愿意这么做 我们一定是跟院长 去做这些事情 好 走 陆元昆 以身作则 代头作气 其实最累的是他 尤其开刀日一整天下來 经常没时间吃饭 这是提神饮料了没有 天哪没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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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没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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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必备的 热爱开刀 采访侧拍杜元昆这两天 其中有一天是他的开刀日 这一台刀病患是要进行脊椎手术 医护同仁准备前置作业同时 杜元昆又前往另外一台刀 这床的病患是要做臂神经从手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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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两台重大手术来回穿梭 杜元昆的黄金右手 总能优雅又精准地完成艰难任务 这边有一条血管 你看到了 好 来 上天给我们这个技术 给我们这个体力 给这个毅力 他经由我们的手带领我们 来救别人 那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处理之后 病人他的痛苦解除 那你可以得到真诚的快乐 所以在开刀对我来讲 就算在内 说真的我是非常享受 开刀是我最大的 你看这是我这边的肌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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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来南部来医大院16年 我开了一万八千多台刀 我每年都超过一千台以上在开刀 好青年喔 每年都超过一千台 这绝对是世界界的 有一次有一个国外的女医师 来跟她学行为手术 也说大概跟她一两个礼拜而已 看她开的手术就说 你这个不是地球 那个根本是外星人 真的是 没在休息 好 谢谢 我们的院长都不用睡了 所以我都说 我心里在想 这真的是7-11的院长 甚至是24小时的院长 真的就是以愿为家的一个院长 同仁们帮杜元坤取了个封号 住院院长 因为他真的住在医院里 这一间喔 就是我这十几年来都住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的床 是 你就睡在这 对 看了你会爱笑 都是什么鸡精啦 对啦 对对 就是都吃这个 都没有什么食物 都没什么 有啦 有啦 都是精神饮料 对对对 然后又爱吃巧克力 偶尔巧克力 是 是 是 那所以你看这里也巧克力 我没有食物呢 假的用薄的 医院为家 杜元坤一天二十几个小时在工作 尤其热爱开刀 成功率更是让他自豪 他的妙手 让瘫痪的重症患者 重新站起来 让骨折严重的伤患 能够保住手脚 自从我们做了这个行为手术以后 以后以前的这个 比如说开放性骨折 有时候要截肢嘛 那在他的字典里面 就没有截肢这个事情了 因为他 因为他的血管都截得起来 他都可以重现 他又像骨科 又像整形科 现在又像神经外科 所以你会发现 他在不同的医学会出现 很多国外的医生说 都问我说 你这个杜元长到底是哪一科 好 院长你到底是哪一科呢 是骨科 是神经外科 还是整形外科呢 好 不管是哪一科 对于杜元昆来说 都是游刃游 他最享受的就是 带着他的独创的都市刀法 走遍世界各地 去演讲 去示范 去教学 其实当年杜元昆 他的第一志愿是心脏外科 不过却因为他的臭脾气 结果让他败不了时 也因为这个臭脾气 他遭到了同仁的打压排气 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他竟然突发奇想 在自家的顶楼 他盖了一间实验室 然后买了一堆兔子 老鼠回家做开刀的练习 就这样不断地开不断地开 他成为了第一位 会做显微手术的骨科医师 这也是一个神经受伤 癱瘫的病人 那我把他医疗好之后 他用那个纸 有没有 就像我们那个 什么口香糖那个纸 是 慢慢把它折 折成一个桌子椅子 哇 那他手要很巧 癱瘫病人 手恢复功能良好 还能制作精巧的礼物 看得出来杜元昆医术高明 现在他是骨科外科权威 但年轻时 第一志愿其实是心脏外科 那时他在长庚 当了两年的住院医师 准备要选专科时 大家挤破头 想拜民医院长张昭雄为师 可是我脾气不好 有时候临床上 尤其年轻的时候 为了处理病人 会跟我们心脏外科 下屋病人的副理师 会有些增值 这个张院长想要收学生 也希望知道这个学生 够不够稳定 那有人就跟他讲说不行 那个杜元昆脾气很不好 想要当英雄医师 神经外科 开脑救人也很厉害 杜元昆心想或许不错 可是那时候我有两个同一届的 已经都跟家里讲好说 他们要走神经外科 我觉得那人家讲好不要去抢 我就说那我们长庚环老师 整形外科 那整形外科总可以吧 哇 也是都已经讲好了 他们觉得说 他们就是想走整形外科 后来绕一来 我觉得其实骨科不错 骨科涵盖范围很广 半年后 他觉得骨科太简单 有次开刀 老师纠正他不按章法 杜元昆当场开呛 书上不是这样写啊 书上是写什么什么什么 因为我背书非常的老 所以老师会觉得 我教这个学生干嘛 当场让老师下不了台 可是我年轻的时候 这真的是坏习惯 反骨有自傲 杜元昆一度被同仁排挤打压 但他反倒拼了命钻研 要证明自己有实力 很快地他升上了总医师 有天在急诊室值班时 救护车送来一位车祸伤患 大腿骨折 血管神经也断了 当我把骨头固定好之后 回去请心脏外科 他们正在忙着开心手术 他说我没有办法去接 那么大血管 你去找整型外科好了 那么我去找整型外科 说拜托帮个忙 他们说对不起 我们在接断子 以前跟着其他科的老师 不是骨科 整型外科 或者心脏外科 看老师怎么接 我学着做 那我完全没有任何人教过 咬着牙把它开下来 到隔天看这个病人全部都 肢体都活了 挥入了 那时候我只跟告诉我一件事 我信度着一辈子 不会再去拜托别人了 他跟我们讲过 他小时候的这个 智力策略是大概一百六十几 所以是比较很天才的一个人 那据说他的智商 也不输这个柯文哲 那他本身又很努力 那也很喜欢挑战困难的事情 那也很坚持 他只要认定一件事情 就一定有把事情做了 他说到的事情都会做得到 杜元坤天赋异禀又不服输 尽管当年台湾国科 还没有医师做鲜维手术 凭着一股傲气 他看了很多国外的教科书和影带 花钱从国外买仪器钻研 外科向来是师徒制 那时候没有老师可以学开刀 怎么办 我们运气而好 我们有一个好老师 你知道他的老师是谁 他说他老师是老鼠 我就在我家的顶楼盖了实验室 那时候因为没有所谓 现在所谓的实验规范 我都去菜市场 买兔子买老鼠回来自己接 所以那时候叫做 屋顶上的开刀手 大家觉得他狂 可是我讲过了 运长狂的有道理 绝对不是鲁莽 如果鲁莽怎么每次狂都会成功 而是他有所准备 他有把握 他有坚持 我收个手就来 好 喜欢挑战 杜元坤画不可能为可能 他是当时骨科唯一一位 会做鲜维手术的医师 其他人看在眼里 他是狠行没错 但也很拽 考专科医师前 被举发了这件事 该上班的时间呢 那我回去宿舍拿东西 结果那个时候 他们误以我说 我上班要开六 他就跟我说 那你应该被FIRE 我跟运长说 如果你把我FIRE 经典的专科医师考试 不管是外科或骨科 你会丢掉两个状元 果然那一年 我是考了一般外科 还有骨科的专业状元 好 谢谢 现在的杜元坤 口中常挂着谢谢 但是年轻时技术高超 一不顺眼脾气可大者 那时候有些住院医师 跟着我 那教他们做开刀 年轻的时候 我就说 哇 为什么什么教不会 我会删自己 可是骂球了之后 觉得我要用一点技巧去骂人 我说你虽然什么都不好 可是你至少有一样很好 他说什么很好 我说你眼睛一定很好 以你这种表现 你这种智商 你一定是用偷看 才能够考进来 所以你眼睛很好 不然你怎么考得上医学院 非常毒舌 以前讲的都不觉得说 这样有什么不对 其实是很伤不愿的心 对学生严格 是期望他们表现优异 但年轻时的杜元坤 方氏很羞辱人 早上七点十五开会 你只要给我晚进来 罚站 不准吃早餐 因为我们开会这个早餐 我们开会规定全部用英文 讲不好 罚站 过去没顾学生的面子 杜元坤早期 对病患跟家属更是高高在上 对病人 因为被卡车碾过去 那碾过去之后 那当初在其他的大医院 已经说这个大概没救 没救什么 他说长庚有个疯子叫杜元坤 他专门在治疗这种人家说没救的 他就送过来 杜元坤保住了女孩的双脚 但作家长的召集询问 女儿之后还能够走路吗 却换来他冷言冷喻地说 本来是要进棺材的 都就起来了 不要啰嗦 都是命令式的 我说什么你照什么做 你不听就不要治疗 他说医生 我知道你尽了很多力帮我们 也经济上也帮很多忙 可是我说不出谢谢 傲慢 我自以为无所不会 但是病人在他最辛苦的时候 最无助找我们 我们没有理由对人家那么高的态度 杜元坤警觉过去太狂傲 医术高明更该有颗温暖的心 他持续精进技术跨领域学习 就是为了想帮助更多人 等一下我们会从第三第四第五 六七一路坐下来 杜元坤在神经显微再生重建手术 以及脊椎微创手术 养名世界 经营三十几年研发至少五十种刀法 向域国际 手术方法更收录在美国医学教科书中 而且还曾被列入 美国这家哥世界外科名人博物馆 我为什么要做屋顶上的开刀手 因为我训练自己 就是为了救这些最难救的病人 我曾经到战场去帮病人接血管 对方的人杀过来 我是抱着这个病人 跟着吉普车逃的 一直逃 逃到安全的地方 才下来继续把血管接好 我也没有被子弹打到 他也救我了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 我是一个真正的疯子 这斯瓦寄来 是去 就是斯瓦地里去驿诊 对 因为我驿诊从非洲 南美洲 东南亚 很多地方 疯狂开刀手 全世界飞 足迹至少27个国家 经常获邀去演讲 或开示范刀 2000年 他受邀去新加坡 三周开了25刀 最后一刀是欧雅鲜为外科医学会 各国名医齐聚一堂 看他表演 一个小孩子 八个多月不到九个月 生出来没有手指头 那要把他做 脚趾头上 手指头移植 主持人 那是英国的教授 他就说 不可能 恭喜大家 今天外面天气很好 大家到外面去 去郊游吧 我说你给我等一下 你今天离开 你就看不到全世界 最小的 脚趾头到手移植的病例 他就觉得这家伙真是狂 八个小时之内 不吃不喝 我连小便都不去 我只为了 为台湾争一口气 把那个手术完整的完成 还有一次也是2000年 泰国邀请杜元坤 去当访问教授 一个月开了快30台刀 主办单位 特地办了欢送晚宴要感谢他 原本气氛欢乐 但他察觉不对劲 你们的神情太紧张 他们才老是跟我说 有一个在美思乐 金山脚美思乐 的一个酋长的小孩 那么因为手被车子拧断 三岁 送到我们青麦来 我说关店了 我说今天我如果吃了 任了一口饭 我就不配成为一个好的医师 我们回到医院的时候 大概八点多 马上上刀街 接到隔天早上三点多 终于全部接好了 手也红了 开完刀 杜元坤不是马上飞回台湾 有多待了两天 就是要确认状况良好 而消息传到了 勤迈大学校长的额礼 今天这个杜教授 从台湾来 他教我们的不是一术 是一个心 他居然为了一个 术未磨面的小孩 把他的碗面取消掉 这事情过了二十几年后 泰国政府颁发 皇家骨科荣誉院士奖 给杜元坤 他亲自飞过去收奖 就有一个医学院的学生 把我的奖 承送上来 给我 那他问我一句话 用英文问我 你不认得我的吗 他就把他袖子卷起来 这只手是你给我的 因为你把我接起来 我现在已经在清麦大学 读医学系 二十几岁快毕业了 他爸爸妈妈 就在旁边呼出来 甚至有一次 会要去以色列开刀 几天后下一个点是瑞士 本来他打算趁机要放松一下 一通紧急电话 从台湾打来 他的脚因为已经烂掉了 那么在北部的医院跟他说 你这个除了南部那个杜元坤 没什么会移 白忙之中 空出的船空档没了 一趟瑞士美景旅游行程 没了 还要自费往返昂贵的机票 如果你是接到电话的那位医师 你愿意吗 等于是多花了大概六天 那费用大概将近二十万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很值得 那个病人很感动 问我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我说你的脚对你是一辈子 我的旅程对我只是一小段时间 人心人数只要能救人 杜元坤义无反顾要当个妙手狂医 很多人都形容我说一个 喜欢开显微手术的疯子 这全世界没有人会开啦 我这个 我这种感觉就来了 我就觉得 为什么全世界没有人会开 等于把这个人宣判了说 老天爷不给你机会 其实我们做这个行业 是在跟老天爷抢人 好 因为要跟老天爷抢人 所以他时间永远不够用 所以杜元坤 他就干脆住在医院里头 他说他一年 顶多只跟老婆儿子见一次面 什么时候见面呢 就是每年的除夕夜 他会回家发红包 但是他却每个月 都会跑到同屋去看见 除非飞机不飞 否则他绝对是风雨无阻 有一次他又跑到澎湖 他去跳到驿震 结果他的脚不小心被刮破了 伤口又碰到了海水 感染了海洋护菌 他差点要结局 这么危险了 他回到台湾之后 竟然还撑 撑到他把所有人的刀 都开完之后 他想到自己的脚也要开刀 接下来更疯狂的情节来了 他的同仁正要把麻醉师找过来 结果没有想到 杜元坤竟然他大手一挥 他说不用啦 直接来啦 那个伤口是伸到可以直接看到 他的肌腱跟韧带 而杜元坤竟然就直接 把双氧水这样子灌进去 然后自己拿起刀来划下去 在旁边的人看到就觉得痛死了 但是杜元坤 他却眉头都不皱一下 其实他真的自己也感到很痛 但是他要装出来不痛 他连缝合伤口他都自己来 全程超过半个小时 看了现场所有的医生 目瞪口呆 这个院长真的是太狂了 这不是只会出现在 三国盐业里头 关公刮骨疗伤的情节吗 而在事后 杜元坤太云淡风情地说 他当然痛啊 但是他只是要让大家知道 为了澎湖的民众受这点苦 算什么呢 这就是当一个医生的气魄 茫茫茫 杜元坤的学生跟在身边 见证了他有多狂 三狂 那我们一般都讲身心理 他就是生理狂 心理狂 灵魂也狂 他本身对于病人的一个执着 是非常 算是像着魔这样子 行容院长老师服务病人简直着魔 因为杜元坤之前到澎湖一诊时 脚刮破了 他有糖尿病 伤口不容易好 甚至严重感染 为了不耽误病患开刀 他硬撑着 难免都会碰到海水 那其实我们知道海水 大家最怕的一个东西 叫海洋湖菌 那个一般一旦感染 有时候病程很快 可能会要节肢 我礼拜一已经排十二台刀 十二台开完之后 大家都说鸟瘦散嘛 我说不对 他第十三台 第十三台 主治医师 跟病人同一个人 就是我 那伤口非常恐怖 很严重 那时候想说 不然至少我们的几个医师 要不要通麻醉师 看要不要 他就说都不用 他说不用麻醉 我就说阿院长 这个青创很痛 你不要麻醉 这个挖骨的 那就是像古代这样子 关公下棋 挖骨疗伤 这很痛 我们开始吧 你的偶像是华夺吗 还是是关公吗 应该都是 一个是技巧过人 一个是勇气过人 我们都需要 那伤口伸到今天 看到这些人 很深的伤口 直接很严重 他就直接叫我们 直接灌进去 我们几个兄弟 你看我看 你没人敢动啊 我说干头的人 有什么理由好喊痛的 没有人敢开 我是自己画下去 其实是要痛不痛 当然痛 问题是就痛那么一下 那看了我都头皮发麻 起起皮疙瘩 他完全面不改色 从头到尾都我自己画 连最后缝合都我自己画 大概三四十分钟 就这样搞笑 应该没有那么疯狂的脸 这只脚的肌肉和血管 已经都血肉模糊了 也只能切除掉了 我要用自己的手动手术 怎么可能啦 人家说那个怪异黑杰克 照着镜子开 我真的 那以为是卡通了 真的 我还真的让我见真的 这个已经不是说他一个 那是一个意志意的展现 事实上杜元昆手术不麻醉 已经不是第一次 院长曾经有一次就是 开刀开到很不舒服 他有结石 剩结石掉下来 很痛耶 对 剩结石很痛 因为就很不舒服 你是要求妙科同仁 你直接打 他也没有麻醉 他赶了回去开箱 他怕打了麻醉 要清醒 需要时间 半个几个小时 他都等不了 他也都不打 因为他刀利大 眼中只有病患没有自己 杜元昆有次耐着痛 查房看诊 差点连命都没了 那最后检查 高度怀疑他有一个心脏的问题 我建议他要做治疗 那那个时候才 他一开始也是拒绝 就是说 你他去做治疗 那这么多病人 怎么办 对啊 我们学生求他赶快去做 不然真的有生命危险 真的是 疯子 所以他自己都说 他是疯子医生 真的是这样 最后没办法 真的是 就跟院长说 院长不去做治疗 他就要跪下来求他去 那院长当然 这个经不起我们 大家这样子 一直这样子推他 但是他离开之前 还一直不停地交代我们说 这些病人 有些是怎么样 什么样的状况 这样的病人开完刀 你就要注意 心心念念的还是病人 他压根没有考虑到 自己那时也是个病患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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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为什么 可以让杜元昆为了病人 做到这个程度 他谈起一段希腊神话故事 当年宗师不想把火给人 他觉得晚上你就睡觉嘛 就生吃东西嘛 可是这样那么苦的日子呢 普罗米修斯想说 不行 我必须要去倒火给人类 可是宗师很生气 他怎么去处罚普罗米修斯 马上把普罗米修斯带导 岩石山用牢固的铁链 捆绑起来 让老鹰每天来着实你的肝脏 我要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我们医生就去跟老天爷 到火的人一样 我们去到天上之火 是为了让人类好过 我们把自己身体操到这样 是为了服务病人 常想着能为病人多做些什么 他要用高明的医术 替更多受苦的人解决烦恼 2009年开始到澎湖疫症 澎湖相亲热烈欢迎 很感激的五分 毕竟院长级的人物 亲自带着大症状团队去疫症 是头一遭 不过刚开始 当地的医护人员很反胆 让南天讲到 是不是来抢我们的病人 看我们这边没有 那护理人员也是 因为我们来礼拜天是疫症 但对他们讲那天是休息日子 那所以他们来我们这边 他们也是要额外出来加班 自己心里面会想说 我们一个人鬼 我们也是牺牲自己的假日 那也没有拿报酬 去一次 体力要消耗很大 这边又这样子 不是这么的友善的话 那我们何必做这样的事情 但院长就说 我们来不是为了他们 我们来是为了这些病人 只要病人需要我们 我们就应该来 好 这样好 谢谢 谢谢 杜元坤被视为候鸟狂医 所谓候鸟是形容有个领导者 率领一群鸟儿 时间到了就会飞往同个方向 同样目的地 因为疫诊之外 他看见乡亲的医疗需求 2016年起开设门诊 每个月飞澎湖 看诊所得 他分文不取回归给医院 被形容是另一种形式的疫诊 他开始活动的角度 不要那么大 是 要每天每天十度 病床上的许先生 就是澎湖病患 他膝盖二度开刀 杜元坤点出 附件该注意事项 更特别提醒医护同仁 这件事 所以如果要住院开刀 先把要回澎湖的机票 先买好 你这样先买好之后 你才有办法 在住院过程中他很放心 他出院之后 回到澎湖也有机票 这个才是医师 如果我们只是说 你住进来 要得了好 就出你医疆 感觉很窩心 我没有想到说 当个院长 会是这么好的一个院长 对体贴 对很贴心 照顾病患无为不至 这么好的医生 到澎湖看诊 人数经常爆量 超级难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半夜 要先擦单子 然后隔天看诊的当天 就是一大早要去排队 还看 对对 还不见得拍得进去 对上次有听到 有一个阿公 他说 因为要给 挂院长的诊 可是怎么挂都挂不进去 对 然后他说去庙里拜拜的时候 都会跟那个省民说 对 希望他能挂到 对啊 就是 有啊有 后来真的有挂到 他说有白有薄皮啊 我们只有台风天 而且是他宣布说 我们飞机不请飞 我们才不去 不然真是风雨无助 庄猪育女就是十元阿嬷 她的儿子成立一个十元阿嬷 她一个慈善会 她特别送给我 因为我一直在很多地方都讲说 十元阿嬷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当初十元阿嬷来让我开刀的时候 第二天 一般那种刀都要住大概七天 他第二天就跟我说 医生啊 我又要回来 我说没有啊 你还没有好啊 他说不行 我如果不出院 那些在码头天桥下 吃十元便当的人没东西吃 我非常好奇 我才去了解 原来她就是有名的十元阿嬷 原来庄猪育女阿嬷是澎湖人 来到台湾后 看见码头工人的辛苦 用十块钱便当 温饱老公朋友 同时也温暖了人心 杜元坤为澎湖相亲五思奉献 起心动念 就是受到十元阿嬷所感动 他把他儿子给他的七间房子 都卖掉了 抽到的钱去给这些码头工人吃饭 我当时被感动到 我觉得一个那么朴实的阿嬷 能够做的事情 我这个自称为受过教育的医师 我的职责是要救人 为什么做不到 有一次我们去议诊的时候 我们去花语 然后一个阿伯啊 不方便走 所以就是有派车子 送他过来我们的那个 住诊的一个地方 结果那台车 你知道什么车 资源回收车 院长的水分啊 原来当地就去花车 所以开始 他就是自讨要把 就是要去捐赠我们的一个救 救护车到花园这边来 明依对澎湖相亲的大爱 获得肯定 杜元坤成为2019年 医疗奉献奖得主 舟车劳顿 不用拿一毛酬劳 而且估计 每年帮澎湖的病人 省下两三千万元的就医交通费 每趟行程 除了是对澎湖相亲关爱 还会抽空跳岛 去各卫生所走一趟 关心被派驻到那边的 一大医护同人们 我觉得这个感动 你真的是会觉得说 这个院长真的是 把我们当成他自己的孩子 一样的一个疼爱 咖哩虾一定会塞个红包 要谢谢他 谢谢他愿意为了一大医院 驻守在澎湖的里道 然后服务我们澎湖的乡亲 这个是我认识的院长当中 但我也有很多的经验 没有一个院长 是可以让我这样子这么钦佩的 这样的院长 还能不让人佩服吗 杜元坤他不但把自己的时间 通通奉献给他的医疗工作 他也把他每个月一半的收入 一半的收入通通捐作公益 算一算过去三十年下来 估计他已经捐出了超过 新台币一亿元 而且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他所有的遗产通通捐出来 不会留给自己儿子一分一毫 他说形象这件事情 他从小就看着 爸爸妈妈带头做下的事 他永远不会忘记 德瑞莎修女说的这句话 他说 爱不是将自己剩余的 不要的分给别人 而是以全心 将自己所有的 心爱的分给大家 那才是真正的爱 像这个就是像给北一 给陈大 这一张就是两千万 一张就是两千万 所以有些就摆不下了 主要是说随时提醒自己 要有爱心善心 因为学生都需要 天啊这一张两千万 这样就上亿了耶 对 捐款上亿 对一般人来说 是天文数字 杜元昆只用笑声做回应 对他来说 捐钱行善 已经是日常生活 早在一九九零年 当主制仪式开始 就每个月 月薪捐出一半 给需要帮助的人 但杜元昆对自己 只求朴实简单 这个领带大概两百块台币 你给他看 上面看就是台币 这就是台湾之的 我这个衣服 台湾的 裤子台湾的 皮带台湾 全部都台湾 鞋子都是台湾的 全部都是台湾的 你这样全身上下 这个 全部加起来 不会超过两千块 不在意自己的实衣住行 勾用就好 杜元昆对病患 却极度大方 不只医治生理上的伤 连心理上 生活上的关怀都讲究 有一个 必神经虫 重建的一个个案 院长知道这个个案 会用 买的小提琴 他呢 为了要让病人 好好的做復健 所以他去买了一把提琴 送给我们的病 给他说 你回去要每天 有麻烦 让病的手 復健的更好 有爱心的人很多 但是愿意付出 这么多的人 真的不多 那愿意付出这么多 又持续下去的人 那更是少见 其实他的爸爸台大毕业 当律师 又开了好几间公司 妈妈是台大外文高材生 家境很富裕 当年我父亲很自豪 在台南税捐处缴税的公司 当然最好 那时候是传统产业嘛 什么纺织业嘛 但是个人 我爸爸永远是第一 然而小时候 杜元坤觉得父亲 对他和弟妹的教育方式 天差地远 弟弟妹妹呢 她们都是读私立的教会学校 那所以她们都坐车子去 是奇怪 我都是读公立的学校 都是自己走路去上学 考第一名也没有人称赞 读国小测过智商嘛 那时候我们老师以为说 那个数字有问题 以为 他测错 他测错 因为那时候智商163 都会跟我同学说 我一定不是我爸爸生的 尽管心理不平衡 爸妈对他要求特别严 但杜元坤天字聪颖 念书对他来说 一点都不难 第一名考上台南一中 而且每次模拟考 也都是拿第一 可是大学联考 国文没考好 重重跌了一跤 当时杜元坤的爸爸只跟他说 你必须要重考 但是他进了北一后 迷上打橄榄球 又创立管弦乐团 晚风了 他们看我这个打橄榄球的 怎么会拉琴呢 他们不晓得 我以前从三岁到高中 那时候一开始不给我参加 所以我就到我们北一的屋顶上 每天拉琴朝我们校长 后来他受不了了 只好让我就成立乐团 屋顶上的提琴手是为了想要 让北一的音乐有更多元化 屋顶上的开刀手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病人可以得到更全面的服务 这个行进都很疯狂 疯狂的还有重考选系时 老爸要他当个台大毕业的名医 他报考的却是师大音乐系 跟我爸说 爸 我重考考上 我爸还以为说 我会上台大音科 说你看吧 我这儿子果然不一样 他说你什么时候要去台大 我说不是 我是师大 那我爸说师大有医科 我说不是 师大音乐系 我老爸也冷静了 他毕竟当律师的 什么大风大闹没看过 他说可以啊 那你去念啊 学费自己出 我一想我还有钱啊 我哪有办法付学费 后来我就乖乖摸着鼻子回去读培医了 当上医师后 他跨足骨科外科权威到美国进修 但他的父亲因为糖尿病脚溃烂 差点截肢 他特地飞回台湾抢救 他开完刀之后 他跟我说 总算花钱给你读医学院 还有点作用 我老爸就是那么酷啊 他也不会跟你说你很厉害 他说总算有点作用 我知道 那就是他跟我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方式 父亲的个性他很了解 然而几年后 一场父子贡赏夕阳黄昏的大和解 陆元坤万万没有想到 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这个可能爸爸跟你这辈子最后 看太阳下山的时候 有些跟他说爸爸不会啦 你还活很久 他突然跟我说 你们当医生的都跟律师一样 喜欢说谎 他跟我讲啊 为什么我会给斯巴达教育 因为富不过三代 他告诉我这两个事是一语双关 一个是他快过世了 你们干医生的 不要跟律师一样 都骗病人没事 第二个就是 你的责任来了 后来陆元坤才知道 父亲晚年喜盛神 这不清错误投资 欠了一辟股债 高达九千多万 说没有怨言是太矫情了 我是有 尤其当他过世那一刹那 其实我可以抛弃继场 我说我不要 我信杜德 我要把整个家族背起来 九千万不是小树梦 他毫不犹豫背起债务 但他面临的最大煎熬 是这个 不问我自己 我要不要坚持我过去 这十四年的坚持 每个月捐一半薪水 理智告诉我不对 但是感情告诉我 这样是对的 我觉得这样子才是做到 德烈莎兄弟强套 把自己本来有的勾给别人 杜元坤常常忙到 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就算铁打了身体 也会累出病来的 在去年 他生了一场大病 一般人在鬼门关前 走了一遭之后 得到的人生领悟 可能都是这句话 即时行善 但杜元坤他不一样 他是急着要即时行善 因为即时行善 满足是他个人的私欲 而即时行善 却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杜元坤看见澎湖医疗资源的缺乏 加上去年生了一场大病 糖尿病加上胃食道逆流 原本体态圆润 暴瘦22公斤 让他体悟人生无常 立下一柱 身后财产全做公益 他是一个很为别人的人 那我常常说 你怎么这么 就是会为病人想很多 大病过后 杜元坤还是为着别人想 澎湖惠敏医院重建 又要盖长照大楼 需要五亿元以上经费 他抛砖引玉 杜元坤立遗嘱要把遗产全捐出 直到新闻曝光 太太跟儿子才晓得 多少的钱 多少的遗产 对他儿子的人生 未来并没有帮忙 他不这样解释 对 他并不觉得这样是解释 反而他忍住 接受外界的批评 他虽然自己在骨科 在医界这么的有权威 但他也都说要让他的儿子 去做一些历练 不要在他的披印下长大 以后才能够独当一面 大概一年建一次 什么时候 就是除夕夜 怎么会只有一次 对 因为只有那个时间 可以回去 花红包 OK Good 大家外面看到他 好像都是为了工作 为了他自己的一个理想抱负 这个 简单要说抛家气质 但其实他对于家庭的 这个生活的认同 还是存在的 他甚至都会鼓励我们自己学生 还是要顾好他的家庭生活 他那天他放榜 儿子考上海大医科 他当年他没办法考上 学到他儿子考上 那一整天心情很好 我托他儿子的福 一整天过得很开心 到处讲 逢人就讲 所以他其实对他儿子 对他家庭是非常在意的 很抱歉 这些年来我的生活 全部在需要我的病人身上 那 但是我希望 我所有的所作所为 能够再让世界上 更多不幸的人得到解救 好 OK 可以可以 来 现在慢慢剥开 好 杜妍奎院长 这双手他实在是太神奇了 他除了很会开刀 他还拉了一手好奇形 甚至他都六十岁了 他竟然还能够抱着橄榄球 在场上横冲直撞 你要知道啊 这一双手 对一个外科手术的医生 有多么重要 万一在场上撞断了 那怎么办呢 杜妍奎的黄金右手 拿手术刀石 是挽救病患人生 而拉小提琴时 是让自己陶醉在悠扬寝宣中 音乐的确是心灵上最大的慰藉 我自己的作曲 然后来让自己心里 觉得比较高兴 那这种心灵的满足就是 在拉琴的时候 你是为自己而活 音乐是他生活中的小确幸 而另一项嗜好 让他疯狂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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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你的队用尊敬你的对手 还有最重要 要听从裁判 对这就oy的医疗人员 非常重要 你必须手艺度 手艺学人理 对于病魔打击他 但是这样变得好起来 同时要让他自己有个尊严 那就是整个精神 所以我很喜欢打橄榄球 杜远昆享受在场上 重逢陷阵 受伤在所难免 一连集团创办人林一手 当然会担心 王牌一时的安全 他知道我身上 断了六个地方 我的膝盖 两边的肋骨 两边的肩膀 还有头全部都断过 我头曾经被踏进去 一个很大的伤口 而且头骨有凹陷 但是我也是继续打 因为这个运动太迷人了 因为小时候学柔道 所以跌倒撞的时候 手指头会比较薄 还是要小心 甘胆球给我的精神 最重要是奉献跟牺牲 因为这个像我们打前锋的 其实很少答正 都是去把这个球针过来 然后传给后锋答正 拼了命 让你自己的队 获胜的时候 那种团队精神就出来 他训练你一个领导力 最野蛮的运动 最困难的乐器 最挑战的手术 杜元昆的人生 每部分都精彩 我拿球 我拿球 尽量帮病人服务 然后发狂要去打橄榄球 享受自己的小提琴 牺牲奉献 把自己赚的钱捐出来 最后大爱无人 发民国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蔡英文 她背负着外界的期待 已经正式就任总统了 她在选前提出了各项的政见及承诺 正在等待外界的一一检验 以及兑现 其中大家非常关注的是劳工政策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是 医师是否能够纳入劳基法的保障 事实上这个议题已经脱了 吵了整整18年了 其中历经了蓝绿双方的执政 但是始终无解 一届高呼 究竟要赔上几条人命 才能够争取作为一个医生的权益呢 事实上这不只是关乎于 全台湾四万多名医生的权益 这其实也是保障你我就义的权益 试着想象 如果有一天 你人都已经躺在手术台上面 结果负责动到了那个医生 他已经连续工作了几十个小时了 你难道不会害怕吗 开飞机的机长 我们都会严格要求 他的上班时间 以及他的休息时间 而医生同样是人命关天 为什么他就没有办法 得到应有的公食保障 在过去 有多少医生因为过老 失去了他们的身体健康 结果都是因为 没有受到劳基法的保障 家属只能够私底下 害医院达成和解 但只有这位蔡博强医师 她的太太 她坚持要诉讼到底 蔡医师在七年前 她就在进开刀房间 突然心肌梗塞 她昏倒了 虽然被抢救回来 但是出现了严重的后遗症 她的短期记忆消失了 她记得医院里头的同事 但是却不认得她的老婆 就是因为医生不被认定是老公 所以就算她因为过劳导致意外 她也没有办法获得职业灾害的赔偿 蔡博强她不是唯一的个案 但是她的太太 却是第一个站上司法火线 要帮先生讨回公道的医生眷属 你走自己的 好 跟着我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平平安过一生 以前有梦想吗 我有梦想 有啊 就越多人越好 希望我的医术可以就越多人越好 该有的都有 可是你失去很多啊 我失去什么 你很久没上医院工作你知道吗 真的哦 这个我不知道 七年了 快七年了 哦 七年没有工作 那你为什么会没有工作呢 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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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七年来蔡博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不记得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带她去吃炒饭了 嗯 OK 可是她喜欢的胃口跟生命前都一样吗 一样啊 喜欢吃的东西也一样 她喜欢吃什么 豆腐 白饭 一点青菜 一点肉肉 这条路你记得吗 记得啊 你记得 这是什么路 我不记得 你不记得啦 民族路 是吗 你怎么知道 看到的 啊 我帮她决定啊 因为她有的东西她不吃啊 她只吃她要吃的啊 其他她不吃啊 所以我就帮她吃 她又可以吃 然后又觉得有营养的东西 嗯 这样子 所以就不用问她 问你啊 你要吃这 这个 啊 还是你要吃这个 都可以啊 这个都可以 生病之前 夫妻俩根本很少有这样子的机会 可以坐下来 好好的吃顿饭 就算结婚前 两个人也不过才见过两次面 勉强算是约过两次会 哇 怎么个子这么小 个子这么小 可是她 她 讲话 还好讲话就 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讲啊 我一直觉得 怎么有人讲话比我还要多 我好讨厌 话很多是李其芳 对蔡柏腔的第一眼印象 透过了朋友介绍 认识没多久 她就飞回美国 攻读会计的学位 也没有什么 以交往作为前提 两个人就只是在 Amazon上面闲聊 聊了两个多月之后 有一天 蔡柏腔的告白 你不觉得我们 两个很像 亲人吗 那我们在一起好吗 我们说在一起 我说 哦好可以试试看 一场只见过两次面的 远距离恋爱就这样展开了 等到李其芳拿到了学位 正在思考 要不要留在美国工作室 蔡柏腔她竟然求婚了 我本来是说 那在那边找工作 她说 那就回来结婚 我说 怎么那么快结婚了 就这样就求婚了 对 我说 可是我要是 我没有工作过啊 什么什么什么 她就说 我可以养你啊 其实她都有在听 她有在听啊 她当然有在听啊 对啊 刚刚听一听她回头笑了一下 可是等一下你问她 她就不记得了 热恋爱时学校的海事山盟 蔡医师还记得婚前 对太太的承诺吗 我已经有跟她讲 我脾气不好 她看起来脾气很好 对她看起来 她说她脾气很好 我说我会莫名其妙 那就是 你如果没有顺我意 我会生气 我会突然生气 她说没有关系 我会安抚你 叫你不要生气 她忍很好 大不了就不理我这样 然后就是 我说 可是我要人家好 她说好 她知道 她会好 那我就说 那就没有什么特别 我有已经告诉她 认识那么短的时间 不用说很短的时间啊 认识很久 一样会吵架 一样会离婚 个性直来直往了李其方 把丑话都说在前头 好好先生 太多笑了二话不说 赵丹全收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你说 那个 舅妈说 我要去工作 因为 念了那么多 应该要去工作 回馈社会 所以我应该去工作 她跟我讲说 我娶太太 她不是让你去工作 因为我看不到人 你比我忙 问我其太太干嘛 我就是要看到人啊 所以她说 老公给你考 有什么好担心 所以她的卡片 连提款卡都给我 她的印章跟那个 这个字条本 全部都是给我 她 我如果没有把钱 放在她的钱包里面 她就没有带钱 能和你牵手 我是幸福的 你就像温柔又顽固的石头 用心带了座 最美的城堡就永久 结婚后 小两口搬进了一栋 大大的房子 离其方成了过去 人人充现了一十年 这么大栋的房子 然后碰碰碰碰的 一栋房子 只有我一个 然后老公 天天都不在家 刚结婚我觉得 世界也都还是很没有 我还是很开心啊 天天都等着老公下班 虽然都等不到她 那我常常去医院 等她中午吃饭 但是每次都等不到 都等到好晚好晚好晚 然后跟我讲 等一下等一下就来了 跑到医院看老公 还要等机会碰运气 甚至怀孕吐到了昏天暗地 都要自己挺着大肚子 一个人开车去急诊 我怀孕 有一次去急诊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她 我痛得要死 我跟她讲说 那个 我一直吐一直吐 肚子好痛 她说那就去急诊吧 我说去急诊 那你可以来接我吗 她说我走不了 我自己开车去急诊 在同一家医院 别的医生会照顾你 但是你的老公 是医生照顾不了你 原来这就是医生娘的处境 老公三天两头不在家 婚前婚后一个人过的日子 其实也差不多 不过反正娘家也近 李其方她没有埋怨自己 当个深宫怨妇 而她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老公在喊累的 她只会告诉你 今天开了什么刀 哇实在是太赞了 今天我开了心脏外科刀 然后那个心脏的那个血是这样 嘶嘶嘶嘶 哇然后那个陈医师 哇塞 站在那边都不动 那个血从这嘶嘶上去 这里都是血 可是完全没有反应 继续开车她 好镇定啊 哇就是要当这样的医生 缝血管 她说哇她缝得真是好 她在各科都会 很去看那个组织医师做了什么 然后她会写笔记啊 秘籍 她会常常放的 然后拿起来写 就是要学每一个人的专场 白色巨塔是很封闭 就是阶级是很明确的 老是说一年不能说二 我们从小被洗脑 就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是 这才是对的 你也争取自己的权益是错的 我会跟你讲 我很辛苦整波欸 很累波欸 她好喜欢 她只要讲到今天的刀子 看到怎么样子 看到病人这样子 她眼睛就发亮 她说她没有看过这么爱 这个工作的人 你为什么喜欢当医生啊 可以救人 嗯 可以救很多的人 对不对 所以 当你救回一个人的时候 你的感觉怎么样 爽 连续一直上班 上个七天 然后呢 第八天 就会说 好累喔 好累喔 人都会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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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做工做七天 第八天就买胜 一定要说 没有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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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都有力也要说 没有力了 那会想再回到医院去工作吗 会 对 他们在医院里面 就是有那种一种优越感 比人家还要厉害的感觉 船师上医师跑 各个就像 找了魔一样 每一个都这样 他们会比在 后面站的人越少越好 你后面站几个人 他们互相住院医师会这样 昨天怎样怎样 然后你后面现在站几个人 就是从当住院医师到现在 后面 就是已经过世的 没有救回来 他没生命的时候 因为也希望他 以后可以出国念书的 因为有能力可以出去 而且有跟我说 你有要支持他出国念书吗 而且能拿到学位了 嗯 六个水 结婚两年多后 李其方给蔡伯枪生了个儿子 一家三口 进入了人生的新的阶段 眼前这一切 看似多么幸福美满 天塌下来有爸妈的 对啊 我不知道结婚之后 是要自己扛责任 有老公给你扛 有老公给你扛 可是我只扛了他两年 天就塌了 当夫妻俩还在认真的讨论 如果蔡伯枪 要继续进修念书的话 那一家三口呢 就一块地出国去好了 但没想到 那一场灾难 竟然就像毫无欲情 毫无征兆的情况之下 突然降临在 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 2009年4月23号 一个普通的星期四 一如往常 当老婆小孩都还在睡梦 蔡伯枪她已经出门上班了 她是9点的到 所以她8点55出世 一大清早 打电话来的就是 当初介绍蔡医师 给她认识的那位医生 她跟我讲说 她不像是在医院昏倒 我说昏倒 她说她是不是有电线 我说她没有电线 她说别人跟她说的 她说她还不知道什么状况 但是我赶快来医院 我就说好 那去 整个人就黑掉了 黑掉了 对 整个人黑掉了 因为是猝死 急性心肌梗塞 李其芳赶到医院的时候 蔡伯枪已经装上了叶克膜 被送进了家库病房 生死未够 她们装好指甲 装了叶克膜 医生跟我说 三天 她只能装三天 那你还有需要问吗 应该不需要 就是她只有三天的指甲 会死会活指导 就是等 李其芳守在家库病房外 她焦急地等了两天两夜 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叶克膜拆掉了 蔡博香人也醒了 李其芳放下了心头 一块大石头 不过当她见到先生的第一面 她就发现 我看她 可是她 你能感觉到她不认识你 因为她没跟你讲话 她眼睛不会跟你对讲 她都看别人 这里是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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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你叫什么 你叫什么 你认识这个吗 认识这个吗 她会 那她呢 她就说女僕吧 然后眼睛就飄过去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你叫阿布拉 你叫阿布拉 你怎么又变叫阿布拉 张浩铭 张浩铭 她会跟我们讲话 可是 讲话的声调怪怪的 跟现在不一样 旁边的人她都认识 对 她认识 她会叫她学长 张浩铭呢 谁谁谁 来 唯独不认识你 对 唯独不认识 你那个时候当下的感觉 天哪 我老公 去医院 就是感觉 医院 跟医院的那些同事 去小三 我是正宫 她不认识我 我感觉我老公被抢了 其实当时李其方 也还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她只是带着疑惑走出了病房 心里头以为大病一场 可能需要时间恢复 不需要给先生太大的压力 她会慢慢的好起来 但是她没有想到 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 一个月过去了 蔡柏翔还是完全不记得 她这位酒店人 她还记得什么 我记得 不记得 生日记不住 她不记得 蛤 我生日几月几号 我生日几月几号 不记得 哎呀 哎呀 好啦 答对了 答对了 終于记得 你今天状况很好 要结婚纪念日呢 结婚纪念日记得吗 我不记得 那我们结婚了 那我们结婚几年了 很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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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回了家 她大小便失禁 我的天啊 我爸说怎么病得这么严重 等到回家之后 毛病问题一一的浮现了 过去她心目中的那片天 那位专业聪明幽默又会讲话的蔡医师 竟然变成了一个毫无生活自理能力的小孩子 在家里什么都要问啊 她也很习惯问啊 这个可不可以怎么样 我可不可以怎样 我可不可以吃饭 我可不可以尿尿 我可不可以上厕所 我可不可以看电视 先生你要不要脱袜子 你脱袜子 脱袜子 好 脱袜子脱 好 脱袜子 帮旁边 好 我会再做点 我会再做点 一个指令 一个动作 没有指令 就没有动作 蔡柏湘她可以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 什么都不做 天气热了满头大汗 也不懂得把身上的夹克给脱掉 前十分钟才刚吃过一顿饭 后十分钟她就忘了会喊肚子饿 李其方她把先生带回了医院 检查不下数十次 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告诉她 她的先生究竟怎么了 我没有碰过这么 应该是这么大的事情 我觉得那时候压力很大 因为医院完全没有跟我说 我老公今天到底怎么了 我想要知道她到底怎么了 会不会好 医院不知道 我一个跟无知没有什么差别 无知的妇人 你跟我完全都没有跟我说 我老公怎么只告诉我 你老公病了 就是做了心脑管 然后快死了 就这样 李其方说 经过整整四年的时间 蔡柏湘她终于记住了 眼前这个每天照顾她的女人 她不是女仆 而是她的老婆 这不是很令人受伤吗 我李其方 她当然知道 先生是因为她的脑部的海马 会缺氧受到伤害 才会记不住 但有的时候 叶兰人静的时候 她还是会感到委屈感到难过 她也会有歇斯底里的时候 她曾经短短的听到有人 在她的背后邪言邪语说 恋爱不到一年就结婚 而且又是远距离的恋爱 才爱个两三年 是能够有多爱呢 而且这个女人看起来爱漂亮又爱钱 老公现在变成这样子 她一定很快就会离婚 李其方 她要怎么去独自面对 这人前人后的冷潮热讽呢 就是要靠上帝啊 不然还有谁可以靠呢 你的太太可以靠啊 有啊 有啊 太太要靠谁 靠谁 你靠谁 我靠上帝 我靠你 对啊 我们都是靠上帝啊 你在祷告的时候 眼睛会闭起来吗 不会 在生病之前 蔡柏强她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 她不上教会 她不信上帝的 相反的 她还要跟上帝抢人 她常跟太太说 她要当一个很厉害的医生 把濒临死亡的病人 从上帝的手中救回来 可是当她自己生病了 有谁可以把她救回来 她生病的时候 有医生是觉得 你是不是要请个师父来 量一量 看会不会回来这样 因为那时候还蛮危险的 因为不知道是死死死活 原在无知脆弱迷惘的时候 最需要宗教心灵上的帮助 于是李其方她只要有空 她就四处地求神拜庙 那种烧紫钱是用那种推车 推喔 不是烧一张一张的喔 是推一箱一箱这样烧 我们也烧喔 他们叫我们做法会 我们也做了喔 她的事情之后我拜了量 今天要去哪里 我今天要去哪里 我今天排了可能中午有一段时间 她要吃饭的时间 我可能就去哪一家庙里面拌拌 然后下午她就睡觉的时候 我可能还有时间去哪一间庙拌拌 我每天就这样吃 拌到最后 那个签筒呢 大概都有 最少都有六十只嘛 一百只 每天就在那边抽签 抽光了都没有 一根签都没有 每天都不一样喔 我只是问一个问题喔 就是她什么时候会好 每天问 我那 我坐在那边 我说啊 你昨天不是 不是这样跟我说的 我只是问一个问题 你怎么都不能 给我一个答案 那你到底是谁还是不是谁 整整拜了两年了 但先生的病情还是没有起色 但是有一天 李西方她突然发现 当蔡国湘遇到了一个她熟悉的状况 在那一瞬间 她竟然可以直接做出反射动作 小孩受伤了 她擦药对不对 她会擦啊 她也知道怎么擦啊 因为那是她的 我说你怎么会 她说那是基本东西啊 而且她会怕你痛喔 她会说这样会不会痛 那会不会痛 跟以前是一样的啊 所以她一生的技能 可是 可是离开这里 就是这里啊 你在这边擦药对不对 离开这里以后 就整个就 来掉了 李西方突然灵机一动 如果让先生回到她 最熟悉的工作环境 继续地给她刺激 也许可以帮助她打开 遭到封存的记忆 拜托他们让她在 开刀房里面 复检 刺激她 我一毛钱都可以不要拿 我不跟你谈钱 他们不愿意 就毁掉我 也不接我电话 都不接我电话 你还记得怎么开刀吗 你的手 你还记得 不记得 你这双手 本来是很厉害的 医生的手 嗯 记得吗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哈 也不记得了 通通都还给上帝了 以前是有人 有老师想要 带她进去 他们觉得这样好得比较快 可是医院不准 我对齐美医院很寒心就是 他们连一点机会都没有给她 时间过了很久了 还经时候 还经的时期已经过了 你完全都没有想要离她 我觉得所有的医院都一样 用烂了就丢掉了 住院医师就是这样啊 用烂了 不管住院医师也好 医师也好 你只好过了 只要不能用了 他们就是丢弃掉 连回收的机会都没有 曾经是医院重点栽培的外科医生 但一场大病过后 院方的态度提炼 让李西方彻底的心海 一年过后 医院没有再和蔡果香续约 也不令人意外了 他们家完全断了经济上的收入 村款就只剩下那些 我要省得用 因为我不知道她省的时候会好 我已经嫁出去了 要跟爸妈讲 我实在是讲不出口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村款 所以我就这样讲 我爸说有没有钱 我说有医院要过执灾吗 因为医院过了执灾 才可以给钱 那我要全心照顾他 我根本就 我不敢跟爸爸妈妈讲 我还剩多少钱 我还要想到以后 所以我们确实 我觉得钱那时候对我来说很压力 压力很大 所以我要知道我后面 到底有多少钱可以运用 那你执灾 你不告诉我 到底过还是不过的状况下 我会担忧啊 那他就说 老保局那边怎么给 我们就怎么给 老保局那边如果过的话 我们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说那你会不会异议呢 他说我们不会异议 我好高兴啊 结果我被骗了 过了几个月 他们异议了 我的老公怎么了 都没告诉我 只是把问题推给你 然后你也不让他过执灾 都不过 你叫我带着一个这么小的小孩 那时候才六个月 然后老公这样子 我要怎么 怎么过啊 去工作 可以去工作 可是你带着这么小的小孩 跟生病的老公 你怎么去上班 有这种 有这种公司吗 我也相信他 他会给我们另外的路走 结果没有了 在那段日子里 李西方真正见识到了 藏在白色巨塔里的人心难测 有人冷眼旁观 有人冷言以对 冷酷的在八卦的 一个家庭的巨变 是医院的人 觉得我们 不用一年就离婚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医院的人 总是这样说 就是 可能 穿着我打扮啊 或者是你从国外回来啊 你很会花钱什么 问题是 我很会花钱或不会花钱 你看到了吗 你没有看到 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子 在批评我 当我们的新闻出来的时候 他觉得啊 这女生 女人很快就 看起来就爱钱 过两年就离婚了 我有时候我觉得很难过 你知道我 没吃饭的日子有多少吗 他在医院里面复健 半年吧 我几乎整个半年 都没有吃重餐 如果晚上 如果晚餐 我们没有空回家的话 我也没有吃 我会给他吃我脖子 人家跟我说 那是你的冤亲在住 可是我回答他 什么叫做我的冤亲在住 我今天如果很下心 我不管他 我送他回家 那个就不是我的责任 很多人会这样子 通常都会这样子 因为我还很年轻 而且我们只要问他两年而已 小孩我自己带 我有什么差 我 我 我们家的人会支持我 我只要去法院申请我 就没离婚了 他就不再是我的责任 我说我如果要离开他 我会去齐北跳下 带他跳下 可是 我姐也跟我这样说 你跳下干嘛 跳下只有一天的行为 就没有了 台湾人很健忘 气不过 不甘心 李其方他没有抛下老公 一走两只 他也不要朱朱可怜的 等待人家给他同行 他决定要坚强的起来 他要在法律上 帮先生 炒回应有的公道 还有证明 于是 他开始往图书馆里头去抛 他开始到处去求助法律咨询 但是在体制里头 光是一句 医生不归劳基法管 就把李其方给打回票 因为在过去 医生和医院之间 从来不被看作是一种雇佣关系 因为过去 医生的社经地位高 但是现在 时代已经改变了 现在大院 几乎都是 财团歧视的经营 每一个小医师 都只是医院里头的 一颗小螺丝钉 医院只要打一通电话来 你就要乖乖的去上班 这不是劳固关系 什么才是劳固关系呢 但过去被压榨了小医生 有一天 有幸通过了 严酷的生存考验之后 他们爬到了管理阶层 他们会记住 当初他们是怎么被压榨的吗 换了位置 换了蓝带 继续地去压榨底下的 基层工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谁可以打破他们 光靠李其方一个弱小女子 她要如何对抗 整个医疗体制的变化 看到过去的照片 看得出来 李其方这几年的变化 她原本也是一个 爱笑的女生 也会打扮自己 但自从先生发生意外之后 她就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打官司 这件事情上 她对齐美院提出了民事诉讼 主张蔡柏强 因为过劳丧失的工作能力 求糖新台币 3800万 我一直觉得她会好 所以我没有告 我没有告齐美 我呢就在医院里面 我带她看了很多科 因为我还是想知道 她到底怎么了 可是没有一个科的医生告诉我 她怎么了 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在说过劳 所以没有人知道是过劳 你会发现这个医生 就是在敷衍你 就感觉到他们的 脸色 说话 还有心都变了 很害怕我们 看到我们就像 看到鬼 有朋友劝李其方 不如换一家医院看吧 再这样子耗下去 也不是办法 因为我还是觉得 我应该在 亲密看着 我不愿意换到别的医院去 因为我觉得 我老公变这样子 你就是要负责人 我今天死也要死在你的医院 她即便以后有什么状况 就是你们医院要负责人 她已经牺牲家庭很久 她整天都在医院 等于住在医院嘛 对 你看 一个礼拜一百个小时都在医院 她有几个小时在家 回家能做什么就睡觉 她完全没有家庭生活 然后就倒下去了 你的伴侣是完全不能接受 我已经把先生 都卖给你这个医院了 让她倒下去 你说她不是你的老公 你不该赔偿她的权益 你能接受 你不能接受 气不过 对 气不过 李其方说是医院的冷漠态度 把她当成是一个 无知的妇人对待 激发了她以为 要为先生讨回公道的力量 她要知道她的老公 究竟为什么 会在开道房昏倒 她要知道 过去担任住院医师 她的老公 究竟是怎么样 为这家医院卖命的 医院的颁表不给我 实书不给我 他们都不给我 拿不到啊 可是我有 她的实颁表 因为有人给我 我自己也有 她说怎么可以不给你 不是不要送啊 是还没有厘清啊 而且那个表啊 还要重新制作啊 要比对啊 你觉得那个东西需要比对吗 抓出来就有了吧 有这么难吗 经过了一番折腾 李其方终于拿到了 先生的值班表 她当然知道 蔡薄香很忙很辛苦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可是当她看到 这些无形的工作 画成了有形数字的时候 她已经泪流满面了 我不知道她上这么多实书 我知道她很忙 都没看到人 但是当你算的时候 我一边算那个实书 一边掉眼泪 我算一半 我还会打电话给 律师的太太说 你知道她上班上多久吗 我都算不下去了 怎么会上那么多 三四百小时 那问题是 她们只有表定时间 表定时间三百多小时 你觉得没有表定时间 多少 她在医院待的时间 很多时间是不算的 那你能说什么 一个正直壮年的外科医生 没有病史 好端端的 为什么会突然昏倒 这个总时数加起来 会比一般人的时数来的高 但事实上 跟一般的医疗业来比 跟一般的教学医院来比 那么蔡医生的工作时数 并没有过到的期限 每个月最多六班的情况 也没有超过卫生署的规定 那离这个上线十班 也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那平常时候 假如没有事情 值班来说也是可以休息 她应该要负自己的责任 因为她是医师 就是这样 因为医师 所以她必须负担这样的责任 依旧要自己负担 医生要自己负担 过来也要自己负担 为什么要当医生 我觉得现在的医生 头颗有点快掉了 医生是最不清楚自己的健康状况 自己抽烟抽得很凶 就跟病人讲 你不要再抽烟 你那个肺气肿很严重 我都讲出来都是烟味 那已经三天没睡觉了 叫病人而已 你不要熬夜 熬夜就心脏不好 医师她从小的训练就觉得 反正她就要照顾好病人就好 背后孙女 然后孙女的老公 不耐超 所以会变成这样 就很难受 是啊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她上班的时数 比她们那些人多 这些只要跟医院打 劳资纠纷的个案 医师最尴尬的地方就是 法院都觉得 她的身份不是老公 她们的讲法是 反正你也不是老公 你去打官司 你也不会拿到更多钱 所以很多台面下和解 都是因为这样的 就死了 对 死了 一句医生不归牢基法管 就把李其方给打发回家了 李其方她气不过 决定要跟医院周旋到底 我的医生死了 他们可能和解了 但是我们没有和解 你猜太太她 我跟她接触很久了 她给我感觉 她要的是一个正义跟公道 她希望以后可以改善 这个是她最大的动力 不是钱 这条路只剩下我 还是只会有我 好好的家庭 我的小孩这么可爱 突然就这样 然后医院都没有一点反应 就叫我们自己回家了 你怎么会甘心啊 她不是说一定要 要惩罚那个医院怎么样 或者她又拿多大笔钱 她最在意的就是 你要给我一个公礼 我先生已经失身了 那我以后体制应该怎么改 医院有经营上的考量是没有错的 可是最大的问题不在医院 最大问题在政府 因为这个游戏规则是谁制定的 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只能去办 对不对 那你游戏规则制定的不好 医院它可以投机摸口 那谁的错 当然是政府的错嘛 那你可以很轻易的做一个公告 就解决事情 你拖了18年 你还说你没有配套 没有人能接受 张春华医师认为 医师纳入劳期法的保障 根本不需要提案修法 只要主管机关卫福部同意 劳动部就可以依法公告 换句话说 现在就看新上院的卫福部长 她要如何做出回应 而至于蔡博香医师的司法诉讼 目前在二审宣判之后 双方都已经提出了上诉 我们向秦美医院提出采访的申请 而医院方最后决定 要用新闻稿的方式 来回答我们的问题 他们强调了 蔡医师在发病之前 并没有过劳的情况 而在前六个月的值班表 蔡医师每个月值班四到六班 低于卫福部教学医院 评鉴通则每个月 不超过十班的这个标准 而且发作的时间 是在早上还没有开始 开刀工作之前 前一个晚上 蔡医师也没有值班 所以她实际的工作 时数并没有不合理 或者偏高的情势 而在事件发生之后 那么 秦美医院也当下的 全力的抢救 后续也提供附件 以及高压养的治疗 针对蔡太太的要求 在合理范围之内 也都尽量给予配合 其间透过了中间人 也曾就蔡医师后续的 实质的金钱帮助 进行协调 沟通以及关心 院方一直期许 与双方能够秉持善意理性 才能够有更良性的互动 而在二审判决之后 也曾经寻求和蔡太太 和谈之契机 但是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 所以目前双方都已经 上诉到最高法院 我们看到这是 齐美医院做出的最新的回应 李其方说 对方上诉了 她当然也要上诉到底 就算只有她一个人 她也会继续的坚持下去 蔡柏湘现在的新智年龄 就像是个大男孩 跟在李其方的身边 不论法院最后判赔多少钱 都买不回他们 夫妻俩珍贵的记忆 买不回一个幸福美满家庭 而尽管如此 李其方她没有放弃 她还是抱有一丝丝的希望 也许有一天 她的先生 就会真正的醒过来 放声喔 她好痛 其实我们带她出来是很 有时候是压力很大的 有的人不知道她怎么了 所以 你总不能一直叫她站在旁边 我小孩会跑 她如果两个完全是不同方向 一个要去厕所 一个要站在那边 你要顾谁 对啊 孩子我们今天来接谁 陈玉呢 我儿子 你儿子喔 她今年几岁 五岁 五岁 我不知道 是吗 我不知道啊 她小学一年级了吗 对 六个月我就没有陪她 都是我妈妈 我姐姐她们在陪她 到了幼稚园中班 我才有意识到 我还有个小孩要过 我知道有小孩 但是我觉得我很放心 给我爸爸和妈妈 照顾她们会送她上幼稚园 有一天 学校老师 幼稚园老师跟我讲说 陈玉妈妈 你可以不可以 多花一点心思在陈玉身上 我说 她不是很好吗 她说可是她中午在学校哭 我说为什么她哭 因为她说你都不在 我说我没有不在 我天天都回家 她说她已经一个礼拜没看到你 原来当时正在打二审 有整整一个礼拜 李其方她每天早出晚会 她把自己关在长大图书馆里头 每天埋在监色的法条 和陈玉的论文里 查资料 很多资料我们没有 我想说可以找到国外的资料 或者是新的有的论文 所以每天幾乎 泡在那边找东西 因为我们 能够查询的资料 最完整的 应该还是在陈玉 陈玉里面可以找得到 她也找了很多团体 律师 其实碰壁的比较多 体制内没有人会理你 因为没有人违法 因为根本没有法 我们连卫生署的官员都说 你一个礼拜上200个小时 都不违法 这是官员讲的话 一个礼拜只有168个小时 她讲到200个小时 她说都不违法 所以摆明就是说 根本没有法 你吵什么吵 所以蔡太太很勇敢 就是她也有她的信仰 当常看到小孩 常常看到小孩 拒绝从事工作 拒绝从事工作 蔡博腔一审拜诉的新闻 引起各界的重视 在劳聋节这一天 各界的团体走上街头 社会气氛逐渐凝聚 2015年1月8号 二审宣判 台南高分院认定 齐美医院和蔡博腔有牢固关系 但蔡博腔先天鞋脂偏高 对过劳引起了心肌梗塞 应负起65%的责任 所以判决医院补偿780万 这是全台湾医师 值在货赔的首例 李其放她心中百感交集 2年3年3 4年的时间 她都不认识我 你为她不吃不喝 我明明就可以把你丢弃了 可是我没有丢弃你 你居然只想着她们 没有想到我 连我的名字叫什么都不记得 我是你太太都不记得 只有在电话里面她才记得 其他都不记得 所以你那时候 那时候会觉得 我家这是什么老公啊 你不是是我的天吗 怎么这么快就 就忘记我了 因为大决的医院比我们还重要 所以今天这很便是这样的 医院重要 医院 医院叫她回去上班 她就上班了 你这么的认真的工作 那势必家庭就忽略 我们就是被忽略的那个 因为你在之前 海市三门有什么用 海市三门之后 你病了就病了 你居然还只记得她们 然后不然就是你要回家 不然你就是 看到她们就像看到亲人 看到浮沫一样就去了 可是你就把我都在旁边 根本就完全不认识我 你很伤心耶 每一次的伤心 李其方都要自己疗愈伤口 她告诉自己 先生生病了 那不是她的错 但她也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 她也有七情六欲 她也想要可不可以不要 一直那么坚强的时候 她现在 她也不跟你说她怎么了 她每天就是这样 还能静静在那边 我相信每个结婚的人 不会希望自己的另外一半是安静 连个谈息都没有 她不要说谈息 她完全都不说话 你不觉得很难过吗 她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阿姨 我只是定义务在照顾她 因为她是我儿子的阿姨 但是我还是希望有一天她会好 我也觉得她会好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说我儿子需要有正常的家庭 所以我会继续照顾她 因为我觉得我的小孩不能没有爸爸 现在跟蔡陈奕一起玩 那你会教她吗 那你会教她吗 那路来跟她玩 陈奕 你没有教你爸爸一起玩 那你会教你儿子怎么玩 她会啦 她长大她想要找人玩 她觉得爸爸为什么不能跟她玩 而且她怎么都不记得 她不喜欢爸爸 她在那里说 我跟她讲说她是你爸爸她是过 你不喜欢你要不喜欢欺美医院 她把她害成这样子 爸爸是因为赚钱 所以她变成这个样子 我有跟她解释 我有跟她解释 对 她小时候听不太懂 但是她也只抱怨过一次 当医生啊 好 也要儿子当医生啊 你要吗 爸爸要你当医生好不好 不要 我不要 有的时候我也很歇斯底里 很歇斯底里 人压一久都会歇斯底里 可是我没有去看任何的计程课 我可以尿尿 我可以 尿尿一下喔 不用报告喔 好 她什么都会报告 报告班上 她一直重复问题 我可不可以去掉一掉 我可不可以去吃饭 我可不可以吃饭 就东西已经在那边了 东西在那边 我可以不可以夹这个 你当在我们家是客人吗 客人才会这样问吧 我可以不可以干嘛 我可不可以干嘛 你当我们家还是客人吗 所以你会这样发生气吗 会啊 很生气啊 因为我觉得这么多年 而且这个天天都在重复 为什么你记不住 她就记不住了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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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好 快一点啊 因为她不会洗脸 我都不知道她怎么过日子的 我们是夫妻 她看你像陌生人 她不会跟你牵手 你可以感觉到她牵手 感觉跟陌生人在牵手 然后牵一下 她就不要跟你牵手 我嫁她的时候 对她就是我觉得 最完美的样子就是 会跟你谈心 你讲什么都好 然后她也不太管你 那又是好好学生 她又会一直讲话 一直讲话 一直 我很少碰到男生 一直讲话 咯啦咯啦 一直讲 一直讲的人 比你还会讲 对对比我还会讲 要抢你的话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 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恨你爱的歌会痛 看你的心会痛 想念能有多痛 才爱几年能有多爱的 夫妻解法十一年 先生就病了七年多 但李其方她没有大胆来时 一走了之 因为她永远不会忘记 她的先生在结婚之前 曾经告诉她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她都不会抛下她 她真的对我很好 很短很短 所以你说有时候 你叫我想 叫我找照片 说实在 我真的找不出几张 为什么 因为她这么忙 真的找不到什么 找不到什么 然后她生病之后 很忙 我也很忙 所以找到的照片也很少 你只能看婚纱照而已 她最帅的时候就是婚纱照 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 相处时间也很短 但是我们就像家人 她有跟我姐姐说过 她喜欢这样子 她在我们家就觉得 我们就是一家人 没有那种欧心斗角 有让她知道说 爸爸本来是一个 很厉害的医生 对 有 我有跟她说 我说 你爸爸还是一样是医生 只是不职业的医生 对 她的 应该是说 她的医师执照 一辈子都会跟着她 所以她一样是医师 你一样是医生的小孩 我发誓不再说谎了 多爱你就会抱你多紧张 我的微笑都眨了 灵魂像漂浮着 你在就好了 老婆说你很久没有见见她的医生 然后 真的吗 真的 你的手好冷喔 你的手都那么冷 抱抱老婆先去老婆 然后抱抱老婆 好 好 谢谢老婆 对 对 对 就像大小孩这样 我每年都觉得她哪一天醒来 会跟我讲她的东西不见了 就像她的电脑一样都 还是原本的还是原本的 为什么 我都会跟着修电脑的讲 里面的东西不要乱懂 等一下我老公醒来跟我讲 我的电脑怎么变成这样我怎么办 台湾总统大选之后 台湾已经将近两年的时间 没有举办任何的选举了 但好像也没有因此 我们的政局变得比较安定 没有看到九月的马王争争 还不是一样吵得闹哄吗 转眼间明年2014年 又是一个选举年 而且一口气要举办七场选举 也就是所谓的七合一选举 七合一选举究竟要选些什么 我们在这里很快地告诉你 包括的是直辖市长 各地方的县市首长 还有乡乘市长 村里长 乃至于各级的民意代表 这七个选举 换句话说 全台湾从南到北从上到下 统统都要重选一遍 这个投票人口 已经相当于是总统大选了 换句话说 这场七合一选举 对于蓝绿双方而言 在2016之前 等于是一个全面性的前哨战 其中好 至关重要 所以说尽管距离明年年底的 正式的投票 还有将近一年多的时间 但是我们看到各路人马 已经纷纷动了起来了 今天我们要告诉你 其中最具有指标战略性地位的 2014首都之战 我们看到是 不管是蓝绿双方 现在在各方面 都是一个参选爆炸的情况 在此我们就不一一细数了 我们就带你来看到 一份民调数字 这是《零火日报》在今年九月份 那么针对蓝绿双方 现在辅助台面三位的主要人选 来做一次的调查 可以发现 连胜文 如果他能够顺利代表 国民党出政的话 他将得到百分之三十点七二的支持度 领先第二名的课问者百分之十七点零四 那么顾立雄则是百分之十二点九八 目前的占居第三位 在这三位当中除了顾立雄 他在日前已经震慑了表代 他将会参加民进党党内的初选 争取党的提名之外 另外这两位 连胜文 他的口风依旧非常的紧 他不愿意松口 究竟选或不选 而至于柯文哲 他在顾立雄表态参选的当天 他只是淡淡地丢出一句话 他说最强的还没出来 很显然最强的应该是指他自己吧 柯文哲最近的动作评评 他对自己的参选 显然深具信心 不过恐怕还得等一个人 你点头答应 每个人就是他今年高龄八十二岁的老父亲 你可曾想过这样的问题 一个台大医生 为什么走到今天会走进了政坛呢 他父亲坚决拒绝他参政的原因 就是因为当年二二八的阴影 这段故事 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问你细说从头 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将带你认识的是柯文哲 这一个人 柯文哲他曾经说过 他是一个医生 但是他不明白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 他突然变成是一个天天要上节目的 好像通告一人一般 他说如果台湾社会 只是因为他敢讲真话 就把他视为英雄般的崇拜 那台湾社会真的是病 柯文哲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来看自然记者陈志涵 邱萌欣的贴身采访报道 你天天待在医院有什么意思 我看不到太阳 坐在小黄前座 听着问奖大哥近年 台大名医科文者 手紧紧地握住握把 他显得有些尴尬难安 所以医生做水才水 没有 医生很苦 你没看一个刀 一个刀 一个刀 一开到晚上累了半死 天天见到雪 不会啦 那你现在是在劝劲吗 对啊 换一个市场来选一选 玩一玩 真的不错 那你还把它选 列入考虑 列入考虑 喜不喜欢是一回事 票会不会投给他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问奖话中有话 柯文哲不会听不懂 他的肢体动作越发紧绷了 而这样子尴尬的神情 这一年来 随着台北市长的选择 逐渐的逼近 越来越常出现在他的脸上 我们台湾需要柯大夫这样的敢讲 敢冲 敢做的 而且他的证实各方面 敢放号 台湾就有救了 作为医生 柯文哲绝对是权威中的权威 当年他才35岁 就当上了台大主治医师 兼外科加护病房主任 他是台大百年来的唯一 台大医学系的学生 都尊称他叫做科匹 而匹就是英文 professor教授的意思 我讲主要理由是当年轻 如果老一点还是不行 因为年轻 所以恢复比较好 这个是人类的奇迹 这位叶克莫权威说话的时候 总是歪着头半眯着眼睛 他发表意见的样子 有些人说看起来拽拽的 但却又是要命的关键 清美医院工作人员 两步并一步 赶紧将担架推进急诊室 胡志强则是快步的跟了进来 却是躺在上面的 正是胡志强的夫人邵小玲 2006年底 台中市长胡志强和夫人邵小玲 于是为高雄市长候选人 黄俊英站台 回台中的路上 胡志强的坐车 被后方的小轿车超车冲撞 坐在左侧的邵小玲 全身多处重床 严重失血 一袋一袋的血拼命往手术防送 只是邵小玲 施血过多 破纯的量不够 瘦弱的邵小玲 紧急出血13000cc 是全身血液量的三倍 去拿到救我的太太 拜托 好了 对不起 谢谢 邵小玲的伤势实在太严重了 左手开放性骨折 左前臂保不住 必须解治 柯文哲除了不停用电话 南北经夜交流 也立即派了一位台大主治医生 以及一位体外循环機技术人员 专程南下 医院难免有本位注意 台北医生跑到台南去指手画脚的 救活不一定有功 但万一不幸失败呢 救人喔 有时候是这样嘛 不管是邵小玲或林胜 救人医生就是救人 不然你还很难理 多好笑 可能嘛 邵小玲一度失去了心跳血压 昏迷指数只剩下3 情況非常的不乐观 柯文哲和台大医疗团队 在第一时间协助 装上体外循环機叶克膜 在5天之后 奇蹟出现了 柯文哲从此声明大早 但真要说到家喻互想 却不是因为他的本业 而这恐怕 也并非是他的本意 2006年在台大医院担任 骨科医师的前总统女婿 赵建民 劲爆特权炒股 持三井宴喬人事案 还涉入台大医院的采购案 让台大百年的威望蒙成 当大多数的台大人 尴尬的默不作声 党政色彩深绿的柯文哲 却率先的跳出来 投书沉痛的反省 教育的目的是把坏学生叫成好学生 结果你今天把好学生叫成坏学生 那这个教育系统有问题 那时候你怎么会想要写这篇文章 这也没什么 联合报的记者 他讲说 我这个写给林峰玉看的 他拿去读一读 就给我拿回去看出来 就这样 他以前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小孩 怎么变成这样 我觉得老师也有责任 他值班才会煮那个扇鱼粥给 复理师吃 很正常的小孩子 就比较活泼 南部来的比较活泼 而且成绩比较后半段 所以我那时候跟林峰玉讲说 赵建明是不是做错 这不是问题 真正问题是台大院 为什么出现赵建明 这才是问题 柯文哲是医生也是老师 他眼中的赵建明 不是个坏学生 只是一个刚出社会 还不太懂事的年轻人 是制度纵容的诠释 是台大溺爱的这个总统女婿 柯大炮这一开口先请家头 得罪了当道也得罪了同僚 不会讲谎话 他都是全部老实讲 讲一点好听的话 给人家听不是好听好吗 他说这样就是这样 我是不喜欢他这样讲话 不喜欢 我说你最好不要讲 爱讲也敢讲 贬家贪腐案一天一报 更让门口还牢牢贴着扁蛙贴纸的客文哲 每天被记者追着跑 就算躲开了媒体 他也阻止不了情感和理智的交战 天天短兵相接 那时候我们挺他 是那时候挺他 那现在是现在啊对不对 现在也没有说挺不挺 我觉得老实讲 我们现在有点confusion 到底到底这怎么一回事 我现在心情就像那个 明朝末年那个顾炎虎 看国家快要亡了 不晓得怎么办 从一路相挺到失望痛心 柯文哲的坦白让痛恨贪腐的人民 开始注意到了这一颗深绿的良心 却也让扁民和部分的民进党人士 极度的不谅解 更让他成了台大眼中的头疼人物 杨刚傻傻分析 吴淑珍出庭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 对于一个多月没有回诊的病患 台大竟然可以做出医疗专业意见 2006年年底台大医疗团队 在国务基要废案开庭的倒数24个小时 帮当时的第一夫人吴淑珍女士 开出了向法院告假的诊断证法 这舆论一阵的踏法 各界痛批台大自甘堕落 媒体又蜂涌而至 挤进了柯文哲位在台大二合办公室 跟你讲台大台一代 明天会有台一代 其实台大医生只是会念书 不太会应付这种东西 你要听实话就是这样 服务政治 我们是被政治凝虐 台大不想 两边不想得罪 所以讲到这边猪八戒 两边不是人 如果台大是猪八戒 赵敬子 里外不是人 柯文哲一番话 也让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 把法院和被盯得满头包的台大高层 都得罪光了 但他毫不在意 继续地有话直说 我们第一次看到柯文哲 在电视上说话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这个人感觉好像怪怪的 他讲话的时候 完全不在乎旁人的眼光 他可以讲着讲着 然后就不知不觉 自顾自地笑起来 柯文哲说 他因为罹患有雅思伯克症 所以从小到大 他就有个障碍 就是和人群之间接触的障碍 他不会察言观色 他更看不懂人家的表情 所以常常讲话 就有话直说 不知不觉就得罪了很多人 虽然大家都觉得他是深绿色彩 但是柯文哲呢 他也不是每一次碰到什么事情 就百分之百的 都站在民进党的角度说话 比方说如果有记者去问他 你对于陈水扁事件 你有什么看法 陈水扁到底有罪没罪呢 你就会看到 这个非常扭曲的痛苦的表情 柯文哲说 陈水扁有罪没罪 你不要来问我 你叫我怎么讲呢 慢慢地藉由这一次一次的 都在发言 柯文哲就累积了一个形象 就是柯文哲是一个 敢说真话的医生 但问题是 当台大爆发了物质 艾直器官的这个事件之后呢 柯文哲就发现 原来当整个环境当中 只有你一个人 在说真话的时候 你的下场 就会非常凄惨 在当新途中学 后来台大学系 要毕业的时候 我说这个 当时没有偶像剧 偶像剧 我就不用当医生 所以这张自己看的 都觉得帅是不是 你不觉得吧 你真的没有听错 柯文哲竟然用帅这个字 来形容他自己 我以前当医生的 当R1 R2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结婚 喔 那个多受欢迎 是喔 而且我那时候出手 又很口臭 护理师都口臭 那你们说要结婚的时候 他没有整个薪水吗 我是不晓得 要说他哪来的自信也不对 看看照片里头的这位 少年郎 五官端正 瓜子脸 细长的眼睛炯炯有神 还真有几分 偶像艺人 诗艺男的味道 没有这种 这种艺学系的男朋友 早就嫁了 年轻时的克文哲 说不上是型男大帅哥 或者是阳光男孩 但他绝对是个 不折不扣的唯一青年 当兵换上的军服 也是个充满书怨气的衣冠 就连小学时代拍了黑白照片 他都是站姿端正 一板一眼 柯文哲真的很乖 我可以说他是 又会读书又乖 从来不烦我 他都是全校第一名 他毕业典礼的时候 还是代表领毕业证书 成绩很好 所以我不要烦恼 出身新竹封城的柯文哲 从小到大 都是学校里的第一名 竹中毕业之后 顺利的考进了台大医学院 七年之后参加国考 又是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 取得医室的资格 柯文哲选择外科 投入急诊和重症的家户工作 他不看门诊 他不开刀 专心研究体外维生系统 叶克摩 六年前在卫生署的委托之下 他创立了台湾的器官捐赠制度 分毫未取 为了改善重症者的医疗品质 他率先在台大七楼 建立了整合医疗照护病房 专收病征最复杂 最难治疗的病人 这个病房会成立就是 因为我们急诊占有太多 后来就发现说 因为那种太复杂 大家都不喜欢 真的是做一个救命的事 没有啦 那种工作太 我觉得那个工作压力太大 你要做就是要花时间 要花精神 你说今天做个半吊子的话 那个是对人性命的事情 很容易很容易 没有其中全力很容易失掉 外科医师袁立荒 年过半百的科文哲 自己跳下来值班待命 一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 他却不以为苦 这个环境也不是很好 以前没有电子 第一次睡才是要算被痛 中的电子就要比较好睡一点 因为这些都是最年轻的组织 这两年累的是他的心 他也是老很多 他以前没有白头发 他以前没有这个 现在很多 你还真的是被这个事件抄到 以前没有白头发 突然发现我仔细的故事 原来是真的 我才三天 差不多三、四天 四天突然就白掉一半 多少是你 这瓜 哇 怎么差那么多 台大不是能呆的 你以前是瓜子脸 现在来看看 被台大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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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匹爽朗的笑容 突然间变得苦涩 好学生变成了坏分子 名医变成了佣医 勤奋变成怠惰 竟然都在一戏之间了 2011年 台大禁报艾滋病患器官物质风暴 一名感染艾滋病的男子 意外摔伤不治身亡 五人员急急忙忙 要把他推进手术室里 因为失去意识的 囚禁男子家属 签了器官捐赠卡 让一样人间的行为看似大爱 但却成为别人 一辈子永远的痛 不知情的家人将他的器官捐出 但把关了台大医院 却没有经过事前的血液筛检 踩住刹车 让五名病患接受了移植手术 可能因此感染艾滋 一场台湾医疗史上前所未见的风暴 就此引爆 发生了这样子的误差 人员深表歉意 检验的报告 在电话的沟通中 有了认知的错误 未来一个月内 那么台大医院所执行的 那么每一个这个移植的个案 必须逐案呢 那么报处審查 一向高高在上的台大医院 竟然被留校查看 这是非同小可 台大自责理亏 罕见的由发言人出面道歉 对外的说法是 依检诗汉协调师传达错误 到底是检验报告错了 还是协调师听错了 台大一时之间也说不清楚 压力全落在小小的协调师的身上 担心下属想不开 柯文哲一间单起了监督之责 自情处分 一口气辞去了台大医院小组负责人 和卫生署器官圈幕主持人 没想到 你让自己成了整起事件当中 最显著也是最唯一的目标 还有亚斯伯格症 他看不懂人家的脸色 比如说人家生气了 或者是人家有心陷害他 他也看不懂 他也不在乎 可文哲被监察院弹劾 说他明明是器权小组的负责人 却置身事外 有负医生之责 再隔一年 公务员承接委员会 更是突然在八月中 一个周休假日的晚上十一点钟 公布了调查结果 认定柯文哲废驰植物 将他降两级处分 当时柯文哲正在欧洲 面对突袭 他完全无法为自己辩驳 这个外面的一件事 痛处的时候 主要跟各位痛处就是说 我先生的长官 还有我先生的同事 还有我先生的同学 在这个事件当中 到底是怎么陷害我先生的 还是我们的国家 忘记我们家还有服兵 话讲出去是收不回来的 我今天讲的话 我负完全的法律责任 政府的动作都是很奇怪 选一个礼拜六晚上十一点 那我不在的时候 台大医院也是一副 好像事不关己 他处在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下 那种抓狂 跟我先生 我们两个都穿了 二十五年到二十六年的 那个医师的白袍 那是我们一生的荣誉 如果有任何的不死的话 我跟各位讲 我从此不再穿上白袍 我知道我太太一直很不平 他就忍不服气 他觉得这种 你为什么要接受这种 根本就是太扯的盆绝 而且你是被大家一起陷害的 柯文哲太太也是个医生 瘦弱的她 只身来到了台大 借了台大的场地 告台大的状 这个犀利人妻 不是只有 只有控诉小三用的 我们在某一个场合 看到了台大医院的报告 之后才知道说 原来事情是这个样子 我们被台大医院害 我要知道说台大医院的员工 你们有什么样的院长 跟你们有什么样的副院长 我不想再躲了 犀利人妻单枪匹马 读上自己和先生的白袍 杠上了全台湾最大的医疗机构 他指控两年前 台大当初把艾滋细菌事件 推给协调师听错了 是为了要掩盖台大协议检验单位的致命错误 其中有多份的文件造假 简单来讲台大医院的做法就是没有这个SOP 他假造一个SOP 然后再写一张检讨报告说 当天晚上就是因为柯文哲 没有按照台大医院的SOP去做 才会出事的 院长副院长甚至还带头 交出了一份假的SOP给工程会 把责任通通推给柯文哲 让台大直写 关键就是这个 这个附件 这个是台大医院 台大医院给卫生署的检查报告 根本原因就是第二条 依据本院医疗座位常委 他要上电脑确认结果 附件 让他做一个附件 可是这个东西是不存在方面 因为他看到这个报告 真的是很火大 他一向是脾气不怎么好的人 结果他就把那个文件 摆在那个桌子上面 说你们说这个报告到底是谁写的 你没有写这种报告 等于是送柯文哲去死 接下来这一幕 我想我一辈子我永远不会忘记 一个医学中心的一个院长 还有三个副院长 没有人承认这个到底是谁写的 后来呢 大概气氛尴尬到王明居受不了了 他就说 然后柯文哲 他说当时候很混乱很混乱很混乱 他就一直强调说当时候很混乱 他说混乱当中报告就这么出来了 我把他这个定义成这个院长式的 林医事件 我说我回去跟我先生讲说 我不想你们医学中心的那个幽灵 会写文章 和台大这三十年的感情 柯文哲曾想席事宁人 不过却拦不住他的犀利人气 柯文哲这才知道太太不只是 去家中最坚实的后盾 还会帮他击鼓民怨 本身在台大医院工作 他对台大医院有很深厚的感情 那你说今天叫他去举发 那个他的同事跟同学 我觉得他真的是有点于心不忍 他是不忍心说 让我再去面对这些人 再去面对媒体 没有 我太太是很好太太 这个我也没有 而且不说怕老婆 主要还是亏欠感 这个二十几年来 家里大大小小 有时候她在弄的 我说几乎在台大院 所以说有时候她 她不高兴 你也知道说 这个就是 她是有理由不高兴 她是台大一些新的女生 你想怎样 你也能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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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如果不是真的气不过 陈贝奇不会趁着先生出国的时候 自己召开记者会 噼里啪啦的把台大医院臭骂了一顿 因为他真的是替柯文哲打抱不平 柯文哲牺牲了所有 还家人相处的时间 他为台大医院做鸟做马奉献了三十多年 结果竟然是落得如此的下场 没想到或不担心 在今年五月的时候 柯文哲他收到的这张 从台北社交处寄来的约谈通知单 上头写的自己竟然被列为是 贪毒案的嫌疑员 柯文哲说这个国家疯了 他干一生干了三十多年 从而没有收过一个红包 没想到竟然如今 吃上了贪毒的官司案 事可杀不可辱 于是他开始认真思考 从政的可能性 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不公平 光靠一张嘴巴 可能就只能够狗废火车了 如果真的想要有所改变 必须要从政 这是一个选择吗 广告之后 我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台湾启示录 我说没想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 柯文哲当年的婚纱照 促成这段婚姻关系的不是别人 这没人就是自己的老妈 柯爸爸跟柯妈妈 对这个能感又贤惠的媳妇 可以说是满意的不得了 柯文哲自己也常常开玩笑地说 他的老婆也是台大医学系毕业的 比他聪明又比他会赚钱 所以看起来某方面程度 他和马英九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是怕太太的俱乐部 其中之一的成员 我们继续来看资源记者 陈志涵 邱萌卿的贴身采访报道 下了班的柯文哲 一个人悠悠晃晃的 从台大骑着铁马回家了 我平常晃的地方 放下面会不会不安心 我平常这好的不会放下面 我就很淡 那个已经差不多 我们落点了 那我们跟你一起回家一下 但是这个不嵌上去 恐怕太危险 想了想忽然掉头 柯文哲常常这样子 直接到让人措手不及 堂堂一个台大医生 竟然在媒体的镜头前 做出这种不雅动作 柯台来说 柯文哲就是这样子 不顾形象 这种男人哪里懂得什么 叫做浪漫呢 差一点 连女朋友都交不到 我那年代好像 我们毕业还没有结婚 没有婚嫁的对象 父母亲都认为说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后来长辈 就介绍我们认识这样子 那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对象 我大概也没有什么对象 大家想说 随便啊 随便就是将就一下 柯文哲从小到大 念书从来不让妈妈担心 但他的感情生活 却是一片的空白 台大医学系都念了七年毕业了 连个女朋友也没带回家过 柯妈妈一听到朋友的女儿 也是台大住院医生 只小儿子一岁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我们那种台大医学系 大概都是男生居多嘛 那女生大概就 我觉得他们那班四个女生 我们这班有四个女生 我觉得她应该是认识我 我就说没有谈话过 但是应该知道说 有这个人这样子 对对对 我女儿的宿舍 跟这个陈医师的宿舍 就两个人相对面 我说你帮你哥哥介绍好不好 我不会这样 我说你很不会疼哥哥 你哥哥就不会恋爱 那你就不要帮助他 明明是只差一届的学长学妹 还有妹妹在中间当睡客 应该很有话聊吧 没想到 两个人的木娜害羞 也在比第一名 念书看着很行 但谈心说爱零分 我儿子大概是回来 我问他说 你看怎么样 他说有鼻子有眼睛有嘴巴 打电话给人家 他就说 可是人家要是不喜欢的话 你打电话去你不是很糗 经过了好几个月好久好久 我一直没事回来我就催他 没事回来我就催他 他就 好啦好啦 就去打电话 皇帝不急可是急死了太监 我是想说 你们既然喜欢就赶快结婚 我们现在认识都差不多二十八九岁了 那我们父母亲 大部分都是属于那种 比较成统的父母亲 就觉得说 那小孩子年纪大了 竟然没有结婚 他就觉得 我在我们那个时代是 就是蛮一类的 就说拜托拜托 赶快结婚 其实我们也不是看说 对方好不好 怎么样 他觉得说有人嫁 父母亲都 都满意 都满意的 就是父母亲不会再碎碎念 那就好了 虽然说是被双方的父母逼婚的 但看看这一张张的婚纱照 丝毫看不出半点勉强 柯文哲一会拉起了太太的手 含情默默的 一会又亲密的依偎 新郎官的笑 笑得甜蜜又自行 他像说他像废益 其实这张就像他那副 就是很无所谓的样子 你要拍就去拍嘛 穿着雪白婚纱的陈佩琪 小鸟一人 结婚22年 生了三个小孩 陈佩琪她总是扮演着 柯文哲背后无声的力量 两个人几乎不曾一块地公开露面 连陈佩琪的同事 都不晓得她的先生 原来就是柯文哲 又谁会想到 这个沉默低调的娇妻 竟然有一天 也会变身犀利人妻呢 说我要开我要开 那到最后她好像有一点说 已经拦不住我了 不过一直在安抚我 我说等她回来 她就快回来了 就那一两天等不及吗 后来我就想到一招 这个那种柯文哲上飞机 她那个智慧型手机 没有办法再控制到我的时候 我就去给她开那个记者会 台大医院的高层 请你们推回去 为什么台大医院 不给她一条路好走 我没有办法接受 你们都已经保住官位了 你们还要找到一个流程 来陷害我的先生 而且永不停止 工程会忽然宣布 柯文哲在艾滋器捐案 重大失职 降两极改叙 顾不得先生还在国外 陈佩琪自己开启的记者会 炮轰台大陷害中良 这一开大家才发现 原来在柯大炮的家里头 竟然还藏了一枚超级大炮 啊 我跟你讲 我要先解决她的情绪问题 我以前都太忽略了太太的想法 想说自己解决掉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以前犯的错误 两人一起以后 没牵手也没有亲密的互动 但无论上下车进出电梯 柯文哲总是让太太先走 他没怪他先斩后走 只怪自己忽略了太太的感受 一向尖锐的柯宇录 这回加了点温柔进去了 柯文哲竟然会说 自己像马英九一样的怕老婆 媒体免不了又是一阵的揣色 柯文哲你真的不知情吗 还是说早就套好了招 在为选市长铺路呢 本来我太太就是很好的太太 对 我们家都她在工作了 小孩子她在带着 没有 就是因为她这样她才会更生气 她觉得说我都做这么多 你才有办法去外面工作 你在外面又被人家这样搞掉 她就更生气了 这番话藏着对太太的愧疚 柯文哲是个好医生 但她却不是一个好丈夫 不是一个好爸爸 45岁那年 柯文哲曾经写下回家的路太原 她说十年来她努力地救人 她把所有的精神投入了工作 儿子在三岁之前没看过她 因为她回家都在睡觉 小孩还以为爸爸就是睡觉的意思 太太勤俭持家 两个人很少说话 太太几乎是一个人 把这三个孩子喇叭长大 柯文哲呢 早上去晚上差不多九点十点 十一点才 还没有回来 十二点才回来 那么这样的话 家里的事情 都要我媳妇一手爸爸 都是我媳妇负责的 那我媳妇本人也是医生 也有她的工作 她也是有她的工作 所以我心里有一点说 对媳妇有一点的 有一点对不起 因为我的孩子 家里的事都不管 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台大医院里面 原来陈佩琪才是 柯家最坚实的力量 而当柯文哲 终于停下了脚步 渴望家人的拥抱 他才发现 是太太让这个家一直完整 他从没想过 这个力量 随时可能攻击 我一百年三月那时候生病 我生得重病 我那时候有肺腺癌 对 那肺腺癌我后来开导 电脑断层 又发现很多那个 就是多发的那个癌症病变 所以她那时候就要很担心 她常说这个家是我比较重要 等下那时候一段时间 她真的是 就是比较沮丧一点 我是在小孩的承软过程中 是缺席的 很害怕 我想惨 因为我们家 连存着饭在哪都不知道 我想说 这个就惨了 糟糕了 钱在哪都不晓得 那我说你赚钱有什么目的吗 结果那时候我先 倒是回答的 让我蛮感动 我现在还记得 她说她赚钱 她说给七小用的而已 我说我这就永远记得 一场大病 让多年来 互动冷漠的夫妻俩 重新变得紧密 半年后 台大埃兹细菌案爆发 又在患难之中见真情 她真的是一戏白头 我那时候承受很大很大的压力 我那段时间真的 我们两个都 我真的不晓得那段时间 怎么过来的 被追杀到 她说她在办公室落泪 她在家里可能她也怕我担心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 就是生了重病 也开过刀了这样 所以她那时候在家里算是 我知道她很难过 但是表现还算坚强 你有哭吗 是有啦 但是也不敢让她 不敢让她看 不敢让她看到 知道丈夫受到了委屈 却因为刚开完刀 身体虚弱 无法公开的为丈夫说话 陈佩琪她只好投出媒体 在当时激起了不小的涟漪 而这一次 她不能也不想再远了 在这个年当中 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 我真的过得不快 我活得很辛苦 我已经得到肥腺了 我说哪一天 我若大献得起后 时间到了的话 我觉得我的朋友真的 不要为我难过 我觉得我这两年当中 我所受的 等一下 我若真的要躺下去的时候 我会说 真的大家要恭喜我 我终于可以人生 终于可以躺下去 永远都休息了 极度哽咽 开完刀之后 肺活量不足的陈佩琪 她花了整整两个小时 替先生辩解 因为她不忍心再看先生 继续一个人 背下所有的黑锅 而柯文哲看到太太 为自己冲锋陷阵 即使这让她在台大 更加地尴尬难堪 她却再也不忍心苛杂 她就严于我说 好啦好啦 你出名了 其实她是心疼我啦 觉得太太 很好啊 这跟空气一样 空气有水的时候 你平常不觉得她很重要 有些你觉得糟糕 万一要失去才会感觉 平淡 那个是 平淡是最高的境界 要选台北市长老婆这一关 是已经过了 目前横正在柯文哲 眼前最大的阻力 就是今年八十岁高龄的柯爸爸 柯爸爸在接受我们专访的时候 非常坚决地表示 他绝对不允许柯文哲去参选台北市长 因为当年的二二八 已经让他失去了父亲 他不想因为柯文哲参政 失去了儿子 柯爸爸还问了柯文哲一句话 你觉得你有比王金平厉害吗 如果没有 你凭什么觉得 你可以在险恶的政坛中存活下来呢 独家专访内容 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台湾启示录 我顺便想 当媒体上开始报道柯文哲 由于要参选台北市长的消息之后 最担心最紧张的 当然就是柯文哲的爸爸了 柯爸爸今年八十六岁了 他不止一次一个人 从新竹搭车北上 就是要劝退儿子 打消参选的念头 柯文哲每次讲到这里 他的眼泪就要夺眶而出了 做儿子当然知道 爸爸为什么这么坚决反对他参政 但这毕竟是柯文哲自己的人生 柯文哲说他听爸爸的话 听了五十四年了 爸爸 你这一次可以让我自作主张吗 我今天要给各位讲说他今天 为什么人生的路为什么会转弯 老实讲 讲难题一点 就是台大医院待不下去 他常说他办公室从四楼滚到地下四楼 他说他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滚 他滚下去就是太平街的 爱自习惯捐赠事件过后 柯文哲在台大的工作 一个一个被拔掉 他的办公室从地上四楼 搬到了地下四楼 连往生事都在他的楼上 你有觉得你在台大的地位 更尴尬 反正你要听实话的话 都已经到地下四楼了 不然还怎样 台大又没有地下五楼 下五楼有啥 就叫自己挖 挖药啦 这个不要那么难过 人生稀奇落落 柯文哲这话说来心酸 既然此处不留人 不如归去也罢 有关转换朋友的想法 太太举双手赞成 婆婆却坚决地反对 我不需要这样 我认为是不需要 来来走不同的路 来来改变她的 不容易 我也不喜欢 柯家两老为什么如此的坚持 不让儿子碰振志呢 黑白相片里 这位梳着工整的西装头 高大英挺的男人 就是柯文哲的祖父 柯世元 有一种不怒而微的绝对权威 当年从台北第二师范学校 毕业之后 一直在工学校担任小学教员 1945年台湾光复后 柯世元依旧是新竹地方上 受人敬仰的老师 直到两年后 二二八事件爆发 1947年3月底开始 军警以清查户口 追缴武器等名义 追查反政府势力 史称清香运动 一时之间风声鹤唳 人被带走之后 是活是死 听天由命 就是审问啊 就是一直问啊 差不多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 后来出来的时候 就开始生病 就... 父亲是真的说 没有理由 没有什么理由 被抓住 所以我父亲 回来以后 就一直病 为什么 在关的时候 在抓住的时候 一定有给一个 一定有给一个 我答啦 编打 父亲终于回来了 但恐惧也跟着进了家门 什么话都不能讲 每一个人 每一个孩子 什么话都不能讲 就是... 讲也不能讲 讲都不能讲 怕说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我父亲是师范毕业 以前有一些那个 像这样的金冠的衣服 刀子 刀子 刀子啦 有一个尖章 帽子啦 我都全部拿去丢 都不敢换在家里呢 丢在酒里面 我父亲病了 听心流止 没有薪水 那我刚... 也因为这样 我去念薪水 吃饭有不要钱 都市也不要 靠我跟我姐姐的薪水 来维持这个家庭 所以可以想象 那个时候 一家都穷的 吃饭的钱都没有 父亲倒下了 九个孩子提心吊胆 尝尽了人情冷暖 课程发 原本也像和哥哥一样 念医学院 却在生活压力下 被迫牺牲 当老师只求安稳 却一再地被迫掉下 这个社会是很现实 如果我父亲 不是怕被抓弃 一个当个 在学校在平... 平常在工作的话 我会有哪样的遭音 那个时候我们很窮 九个兄弟姐妹里面 只能一个 今天台大一个做医生 柯恩哲知道 爸爸没有当医师 所以他要替爸爸 你当医师 三年之后 足复柯世远 抑郁而终 当年他不过五十出头 每年228基金 228有几半 在参加那个法会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父亲过去 那一段时间 我只有说 一直掉还内 掉得回到心子来 每年就这样 228时间 在我父亲 早前在心里 阴影的抖打 他十四岁的时候 父亲被抓去 那全家陷入一片混乱 对不对 然后 因为父亲不能再赚钱了 他被迫要 不能再去念大学 他那种心理创伤 是说 他不仅是说 父亲被抓去 但是 他的机会 他读书的机会 也被剥夺 原来 政治迫害 白色恐怖 在柯家人眼中 不只是一个 遥远的历史名词 而是切服之痛 柯文哲这才知道 82岁的老父亲 藏在心里最深的恐惧 每次媒体说我要选 我爸爸就从 奇怪 他情绪也控制不好 他就从新竹 做着柯文 跑到台大院来找我 父亲大老远北上的身影 让柯文哲眼眶发红 说一次 哭一次 他说我在228 失去的父亲 我又在失去儿子 所以你一听 哇 这个 对啦 这个八十几岁的父亲 跟你讲这种话 你就 哇 这个 这个 这个实在是 哇 你都不知道 不要 不要 不要回答 你说要选 要不选 你父亲跟你讲这种话 你实在是 哇 你就不知道 你就很犹豫 一辈子听妈妈的话 父母的反对 让柯文哲充满挣 只是年过半百的他 再也不是当年那个 努力念书为父亲圆梦的大男孩 在他的身上 还背负了更多人的期望 我们常常定期会会开会嘛 包括极少数人还关心的陈水扁 这个期待反映在民调数字上面 就是你可以看到有百分之十七点零四的人 支持柯文哲出来参选台北市长 柯文哲自己爆料说前阵子他去看过陈水扁 陈水扁也支持他 他说你参加台北市长选举是有机会的 只要你下定决心即可 而柯文哲有可能第一次 为自己的人生下定决心吗 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台湾启示录 我说明想 当所有人为了自己的政治算计 和阿扁划清界限在切割的时候 只有柯文哲 他还愿意接下陈水扁医疗小组的召集人 因为柯文哲认为 就算是一个贪污犯罪的总统 也应该有他的基本人权 干医生干了三十多年了 柯文哲救过无数的人 但如果要帮助更多人 从政会是一个选择吗 我们继续来看资源记者 陈志涵 邱萌青的报道 我后面都这么后面 我随身有 我现在怎么变得 来 来 来 他们都没有出来讲 每个星期 柯文哲都快看陈水扁的医疗小组开会 列席的有北社前社长陈昭兹 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等人 说好听点的 柯文哲他是 陈水扁医疗小组的召集人 但事实上是 这个烫手山芋根本没人想碰 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 被自身世卫 保持一种很清高的态度 其实阿扁还是有争议 去参议院跟众议院 跟那些国会议员有谈了一下 其实当然谈到最后一定会谈阿扁 我就跟他讲说 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们 argue I don't come here to argue that he is innocent or guilty 我不是来跟你们辩论说 他有罪没罪的 I believe it's enough It's time to stop 有时候三代敌人 也是文明的表证 曾经停扁也曾经批扁 但依者人心 当陈水扁深陷淋雨 柯文哲还是无法置之不理 当他的爱徒曾遇此医师 惨遭酒驾者撞死 柯文哲看到的是 如何阻止更多家庭破裂 一年酒驾撞死就500人 天哪 怎么那么多 而且那个杀伤力不是只有被撞死人 其实撞的人太毁了 我说这是个问题 这个要解决的 柯文哲默默地筹划着 酒驾防治基金会最快年底成立 是因为那个曾医师的事情 让你更加速这个动作 有时候救不回来 那也要在这个世间留下一些东西 他希望推动立法 强制代理驾驶 他描绘着未来的蓝图 在眼里闪烁着罕见的亮光 柯文哲想选想做事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家里头 支持和反对的力量还在拉锯 柯文哲曾经说过 他这辈子几个重大的决定 从来没有自己做出过 念台大医学系 是爸爸帮他填的志愿 结婚是妈妈替他向的亲 生几个孩子也是太太做的主 而这一次面对人生的重大决定 柯文哲会选择继续当一个孝顺的儿子 贴心的先生 又或者是勇敢顺从自己的心愿 最近媒体一天到晚 追着柯文哲跑 你究竟什么时候要宣布 要参选台北市长呢 柯文哲还是老话一句 他按部就办的在准备当中 而且他强调一点 不管他要不要参选 参选之后选得上选不上 那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他希望能够改变台湾这个社会 感谢您示范今天的台湾启示录 我说没想我们再会吧 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说没想 在每个扑朔迷离的众爱现场 在每个重大事件的第一时间 我们抽丝颇茧 追索事实的真相 Youtube总观看超过5一次 频道订阅人数突破了100万 感谢您这一路上的支持 我们会更加努力